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集训练员眼镜再次集训 儿岛加入LY队已有21年 曾获得无数荣誉,战功赫赫 却从未获得总冠军 人称不幸的天才打主 他一直为此耿耿于怀 集训的第十天 投手中根的手指意外受伤 无法再配合儿岛做基球练习 未将功补过 二人四处寻找投手替代中根 却一无所获 一筹莫展之时 一个女人主动找上门 说要给他俩介绍投手 二人随他来到一个控场 这里人声鼎沸 很多人正在玩一个 名叫one out的游戏 简单来说 即使看投手能否将打者三阵出局 若打者接触的球 在内野着地也算投手赢 其余都算投手输 女人介绍到 场外有很多人下注 下一位投手是日本老乡 俩人一合计 就买一千元打者赢玩玩吧 而且这位肌肉小哥 曾是美国高中周大赛冠军队的第四榜 应该不会输 黄毛投手投出的球 球速很一般 看来赌对了 然而肌肉小哥却很快被三阵出局 估计只是投手运气好吧 于是中根又买了一圈岩打者赢 然而他一连赌了好几把 打者均被三阵出局 眼镜意识到被骗 断了没多少钱 就得花钱买教训吧 美国女人却拒售他们的日元 对二人说 自己刚才说的是美元 是可忍熟不可忍 中根认定是打者串通好 故意打不中的 决定自己亲自上阵 不能吃这哑巴亏 就赌刚刚输掉的四千美元 金毛投手就说 这么少的赌注 我不玩 要赌就赌四万美元 输完便将一堆钱扔到地上 还说 只要你能碰到球就算你赢 但不能有短打 面对如此优惑的条件 中根精着待在了原地 他不顾眼睛的劝赌 同意了比赛 然而此时中根 心里想的并不是赢球后 能大赚一笔 他正在被输球后 会丢掉巨款 感到深深的恐惧 眼前这位自信十足的鬼魅投手 令他捉摸不透 很快第一个球来了 投在框内 一好球 中根没有击打 有意想看看投手的水平 原来只是个简单的直球 他松了一口气 一旁观瞻的女人 却嘲讽中根有意逃避 白白失去了一次击球机会 在眼镜的提示下 中根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但还是慢了半拍 挥棒落空 仍然没有击中 虽然还有一球机会 但此时中根也完全慌了神 眼镜连忙就暂停 要中根只管挥棒 其他不用考虑 就算金毛想投变化球 由于这个游戏不戴手套 会投什么球 从他的握法就能提前判断出来 于是中根信心满满的再次上阵 此时黄毛的握法是只差球 这种变化球能在最后阶段下坠 很难击打 球来了 外角偏低 这种球只要不打就会变成坏球 然而投来的却只是个直球 黄毛之前的握法是个假动作 他在迷惑中根 单头都是简单的直球 却只挥了一棒 中根就这样轻易输掉了四万美元 当初叫你们来的目的确实是想骗你们 但我们和投手并不是一伙的 打者确实在认真击球 并没有故意打失 没看到刚才那三球 都是分毫不差的外角偏低球吗 杜九弟东亚可不是范范之辈 他是个从未输过的男人 女人说道 数日后儿早来到球场 用钱赶走正在游戏的打者 一记轻松超远本雷达将投手投来的球击飞 逼时间四座接近 下一位投手上场了 此人曾在美国大联盟待过一年 球速足有145km 然而儿岛再次轻易将球击飞 这时观众纷纷认出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儿岛红道 投手心服口服 儿岛却一把将递来的钱身飞 别贬低棒球 混账 见场面厚得不住 杜九弟出现了 他知道儿岛是来找自己的 儿岛要求与他比一场 若自己赢了 之前队友的账要一笔勾销 若输了一赔时 愿意给杜九弟40万美元 他无法接受这些人轻视棒球 拿棒球当儿戏 他有百分百把握能取胜 然而城外的赌徒们 却纷纷买杜九弟赢 一个买儿岛的人都没有 这也太反常了吧 此时眼镜也气喘吁吁的赶到了现场 那么这场巅峰对决 不败男人 对阵世界级打者 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上集讲到 不败的神秘男杜九弟 与世界级打者儿岛的比赛即将打响 第一球杜九弟投的偏出了老远 是手滑紧张还是故意投偏呢 第二球来了 依然偏的离谱 第三球还是偏的 三坏球 再投出一坏球杜九弟就输了 儿岛心中大失所望 关键的一球来了 目测绝对是坏球 可儿岛明知是坏球 却依然接了出去 儿岛这么做是自尊心作祟 他想证明自己 想让杜九弟与观众切身感受到自己的实力 第五球来了 儿岛再次挥棒击球 界外 两好三坏 但儿岛哪知道 之所以观众刚刚都买杜九弟赢 那是杜九弟事先安排好的 是他的心理战术陷阱 最为关键的一球就要投出了 眼镜判断 杜九弟之前投的都只是直球 球速充其量也只有120公里 对儿岛来说太小儿科了 此次杜九弟应该会投刁钻的变化球 可这种不戴手套 握球姿势一目了然的比赛中 估计会投出较不容易被看穿的滑球 旁边的女人却笑着嘲讽他想象力不够 那么杜九弟到底会投出什么球呢 第六球出手了 球却慢慢悠悠的向这边飞来 儿岛竟毫无反应地站住了 好球 这居然是个超慢球 儿岛为啥会愣在原地呢 女人说 这接近他的傲慢 儿岛认为 面对自己这样的世界级打主 对方定会竭尽全力投球 潜在意识完全没杜九弟看穿 并加以利用了 杜九弟开始时故意投得很离谱 但知乎进入佳境 一球比一球稳定 球速也一点点增加 儿岛便认定最后一球杜九弟必会全力以赴 当预想和实际情况偏差极大时 人会变得不知所措 儿岛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质问杜九弟是几个意思 你曾说我轻视棒球吧 你才是小球的这场胜负 当晚儿岛便失踪了 房间里只剩下球瓣和手套 一周后 眼镜向女人了解杜九弟的情况 女人说 杜九弟之所以能凭借她那不足130公里的直球 立于不败之地 接引她能看穿人心 她能看到他人紧张 动摇 焦虑等情绪 细微的心理波动 并将其变得混乱 从而操纵人心 杜九弟那出重的胜负感 是通过赌博磨练出来的 他是个最强的赌徒 之后 眼镜在深山里 找到了在此带来一周的儿岛 他在此静心劈柴 排除一切杂念 将内心化为无 以此来磨练自己的心性 他要与杜九弟再比一次 一周后 儿岛在赌场找到了战无不胜的杜九弟 提出再次比赛的要求 这次 他要赌上自己的棒球生涯 若输掉 愿马上隐退 若杜九弟输了 就废他一只手 让他再不能投球 无法用棒球来赌钱 侮辱这个神圣的运动 比赛定在了三日后 原来自上次输掉后 儿岛每次劈掉一千根柴 早已练就了坚强的意志力 有绝对自信能超越杜九弟 这日他已劈了999个 只差最后一根 然而当他抬击手 于落斧时 突然看到木头上停着一只蝴蝶 他连忙强行扭动手腕 避开了他 手腕却因此严重受伤 这就是儿岛的弱点吗 比赛这天到了 刚下过雨 儿岛要眼镜帮自己擦拭球棒 在一旁练习投球的杜九弟 要儿岛帮自己把球制回去 儿岛将球棒放在逃失的地上 用左手将球制了过去 此时儿岛因右手腕严重受损 只能击打不使用手腕力量的外角球 才能将球送到外野 大家都认为情况相当不利 儿岛却认为恰恰相反 虽只能打外角球 但没有过多选择 反而会令自己不再迷惘 他努力将自己的内心化为5 第一球来了 杜九弟投的是内角球 儿岛没动 第二球仍然是个内角球 儿岛依然不为所动 此时杜九弟却说了一句恐怖的话 你的右手腕伤得相当严重啊 众人接近 原来他刚刚通过儿岛 用左手制球的动作 看穿了他手上有伤 并直接告诉儿岛 这次我会投内角偏高球 于是决定命运的第三球来了 一方输掉会被迫退役 另一方输掉会被断手 谁能赢得这场残酷的比赛呢 上集讲到儿岛堵上自己的职业生涯 杜九弟堵上自己投球的右手 两人开始了没有退役的 One Outs比赛 此时决定命运的第三球来了 从挥棒的那一刻起 儿岛就意识到 此球自己无法击中 这一年他想起自己之前 曾答应过那些被迫退役的队友 会替他们赢回冠军 自己怎能在这里结束 想到这儿 儿岛拼命朝来球方向扭动身体 故意让自己被击中 硬伤伤将此球变成了触身球 但观众们都认为 应该算杜九弟赢 因为儿岛是被通往好球带的球所击中 理应算多一好球 然而杜九弟却提出了相反意见 不 这确实是个触身球 第一次比赛时 我与儿岛曾约定好 投进方格内的才算好球 即使说不论是否故意 只要没投进方格 就不能算好球 杜九弟真是个认赌服输 又有原则的男人 他伸出右手交给儿岛处置 但儿岛并不想打断他的手 他要杜九弟放弃赌博 加入自己的球队 借助他的力量帮球队夺得冠军 LY队的老板 就是这个名叫采珠的老头 球队上次获得冠军 还是在30年前 最近几年 是这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的云南球队 然而他们却有一批 忠实的本地球迷 观众说 在12支球队中排名第三 这多亏了国民英雄儿岛 变色的采老头 冲着儿岛的面子 才勉为其难地 接收了这个名不见经断的投手 这老家伙 根本不关心球队的输赢 只要能赚钱 什么都干 放浪不羁的杜九弟 才不管那套 以一副大爱的姿态 去和他谈签约 老奸巨华的财老头 根本不想给杜九弟签约金 认为他在oneos上的不败战绩 在这里也没求用 这也正合杜九弟之意 他也不屑赚那点小钱 于是两人签订了一个 史无前例的oneos契约 契约中规定 杜九弟在比赛中 没取得一人出局 采老头要付他500万 相应的 杜九弟失一分 要赔给采老板5000万 老头何等精明 即使是上赛季最好的投手 场均10分也得2.7 以这个契约来算的话 整个赛季结束后 刚好正服相抵 采老板一分也不用付 但他哪知道 杜九弟可不是一般人 当晚LY队 与BM队的揭幕战开始了 此时LY队已失掉8分 香肠嘴监度 决定试探一下 刚刚加入的新人杜九弟 老杜一副我行我苏的样子 竟说自己无需热身 便能投球 还在消息区吸烟 这一天的比赛中 杜九弟从第三局 逃到第九局 令21名打者出局 不费吹灰之力 便将自己的身价 提高到1亿500万 接下来的开幕赛 由LY对阵FG队 此季杜九弟担任宣发 他竟悠闲地躺在 长椅上睡大觉 随后慢悠悠走上投手球 依然拒绝投球练习 这令F队球员大为不爽 受到藐视的他们 心里憋着一口气 然而杜九弟 凭借出色的控球 再次将对方三名打者送出局 轮到LY队进攻了 FG的先爬投手 是去年的新人王河中 他凭借150公里的球速 与落差很大的直刹球 同样没有让LY队取分 比赛进入到了投手站 虽然尚未得分 但FG队的球员均认为 杜九弟那平平无奇的投球 取分是迟早的事 只有河中与LY队的捕手出口 察觉到了杜九弟的才能 比赛进行到六局下半 两队连一技安打都没能击出 最先打破军事的是LY队 打者击出的球进了三垒界内 一垒跑者跑过三垒 之后又跑回本垒 率先取得一分 失球的河中垂头丧气的 回到休息区 他知道这场比赛已经输了 果然之后的比赛中 FG队打者统统被杜九弟三阵出局 连一技安打都无法击出 此时FG球员才察觉到杜九弟的恐怖 然而为时已晚 杜九弟第一次首发出场 便取得了完胜 并且没让一人上来 将27名打者全部三阵 电视机前的财老头气坏了 C后LY队捕手出口找到而导 表示从没见过杜九弟这样的投手 他的双腿一直颤倒到现在 他理解不了 为何杜九弟的球速平平 且只有直球和超慢球 对方却怎么也打不动 四天后的开幕战中 杜九弟从第八局开始上场 完美压制对方六名打者 到开幕赛结束时 杜九弟的暂定年行为 两亿七千万 上级讲道 杜九弟凭借鬼秘莫莫测的投球 吸粉无数 一举成为LY队的明星级球员 他面对记者采访时坦言 之所以LY队一直成绩上不去 皆因没有危机感 对胜利的渴望不足 之后的开幕战中 LY队遭遇11连败 采老板再没让杜九弟上场 老吝啬鬼一看 今年的上座率居然还增加了11% 那输球也不错 在尔岛生育付出前就先摆烂吧 刚刚上任的宣传部长眼镜说 没想到老板就是这种人 当问到为啥之后不让杜九弟上场 老头居然说 是想给其他球队充分时间 将杜九弟分析透后再让他上场 说白了 就是采老板为逃避给杜九弟高额薪水 宁愿让球队输球 身边的所有人包括现场指挥 香肠组监督在内 都是他的走狗 他叫来球队的游击手吉田 扔出一滴钱 要他摧毁杜九弟 第二次与英队的比赛中 LY队第一局就输掉11分 这时杜九弟终于登场了 他受到球迷们如明星般的欢呼声 这也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上场 只见杜九弟向对方发出挑衅的手势 英队球员气坏了 第一球投出 是低飞的坏球 但英队的打者还是击了出去 可面对着慢吞吞的短低滚球 游击手吉田竟然失误了 英队打者成功上了一滴 这么简单的球都接不住 踩老头的钱没白花 杜九弟第一次背负有人上来的情况 英队一滴跑者兼有机可证 又去倒垒了 捕手出口看穿了他的意图 然而吉田却再次接球失误 令英队跑者直接跑上三滴 可给踩老头乐坏了 面对这次危机 杜九弟触边不惊 命令游击手吉田滚出去 这里不需要他的防守 于是吉田乖乖听话的走到界外 不管了 但这样的话 L外队就只剩八人防守了 监督也受财老板之命 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放人态度 有一等杜九弟失误 其他队友纷纷上前指责他胡来 杜九弟去嘲讽他们 使这只会打出丢人比赛的垃圾球员 还有一挑衅英队 防守你们根本就不需要九个人 对方球员怒火中烧 可少一人的影响确实很大 下一期投出后 英队的打者成功跑上了一滴 之后下一个打者也成功上来 此时已经满来 无人出局 形势甚为严峻 杜九弟笑着嘲笑队友光说不做 这番话彻底激发了球员的斗志 他们拼命防守 金井勇猛接杀 随后又触碰到二来 再然后触杀成功 金井凭借一己之力达成了三重杀 让英队三人出局 化解了这次危机 之后杜九弟被迫陷入了苦战 每局都被对方打到 不断放跑者上来 但凭借队友的拼死防守 令对方没能得分 通过努力改变比赛走势的队员们 心中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这时他们才明白 杜九弟之前的举动 都是为了提高队友的危机意识 观众席上的嘘声 也变成了掌声 又开始反击了 之后的比赛中 LY队势不可挡 一举将分数追至相差七分 见势不命 英队换上了他们的王牌投手水桥 他是去年最优秀的救援投手 果然不是盖的 他出场后 迅速将LY队两名打者三阵出局 吉田认为 在水桥手上取得七分 根本不可能 杜九弟却对他说 我只知道可能性不是零 杜九弟已看出水桥投出的球 几乎都是滑球和直球这两种 而且在投这两种球时 姿势完全一样 根本无法区分 但他心里也有了主意 于是LY队叫了暂停 杜九弟在队友边耳语了几句 随后英队也叫了暂停 英队捕手对投手水桥说 我刚才听到杜九弟说的话了 他说你在投球时 有把手套张开的习惯 你注意点 再次开赛后 LY队的打者 却将水桥投的滑球 顺利击到中场 形成一次安打 上磊成功 约是英队捕手 再次上前叮嘱水桥 注意你投球时的手套 人耳根本没有卵用 之后LY队的打线势不可挡 连连击出安打 接连上磊成功 瞬间追着只差四分 队友纷纷惊叹 杜九弟是如何看穿水桥投滑球时的习惯的 杜九弟却说 其实他没有打开手套的习惯 原来刚才暂停时 他有意让对方捕手 听到自己说话 水桥投滑球时 有打开手套的习惯 之后又偷偷改口 对队友说 水桥投滑球时会合上手套 原来这是杜九弟的技术 水桥明明没有这个习惯 却因此在投滑球时 下意识将手套合上 这是个被制造出来的习惯 就这样LY队的打线势如破竹 一举追到只差一分 将水桥逼离了投手球 积极败坏的采老板 联盟拨通吉田的手机 要他向杜九弟道歉 回去继续防守 借机捣乱 此时正面临应对一人出局 一三雷有人的危机 吉田很听话 经杜九弟同意后 回到了防守位置 那么采老板的阴谋能夺逞吗 采老板以为 自己安插的卧底吉田 能令杜九弟失分 没想到他的如意算法打错了 吉田稳稳接住应对打者 击出球 随后达成双杀 以绝佳的表现 化解了球队的危机 之后轮到LY队进攻时 三磊跑者跑回本磊 将比分分平 二磊跑者吉田 见对方传球缓慢 一口气冲向本磊 成功反超 全队瞬间沸腾 采老头当场崩溃 原来杜九弟早已察觉到 吉田是采老板的内应 而吉田也没想瞒他 承认自己收了老板的钱 但自己并不是为了钱 他很嫉妒迅速成名的杜九弟 吉田以前在大学时 也是名很有前途的投手 随后在新人选秀 时中明星般 第一顺废加入LY队 然而大联盟的水平 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他表现糟糕 甚至被下方的二队 之后面临再表现不佳 便会被踢出球队的窘境 这时对方球队的队员 主动找到吉田 对他说 你要是能给我500万 我就让队中所有打者 全部回宫 以没有退路吉田接受的提议 果然对方很配合的打了假球 吉田获得了成为 职业球员后的首次完胜 但这时他打假菜的事 却被老板知道了 老板威胁吉田 又想继续当职业球员 就转成外野手 今后还要绝对服从他的命令 事后吉田才知道 原来这是个陷阱 一切都是台老头安排的 但令吉田背叛老板的原因 是杜九弟之前的那句话 我只知道 可能性不是零 若能早点遇到杜九弟 当初他或许会顿然拒绝假菜邀请 这场比赛 吉田是真心想赢的 但此时杜九弟却显现出疲态 接连投出坏球 LY队面临一人出局 一二雷有人的剧面 杜九弟要求更换投手 然而此时已经没有可换的投手了 杜九弟只好无奈的返回了投手球 没想到接下来的球 他竟投到了鹰队球员的脑袋上 直接投不得出身球 这明显是故意的 双方球员差点打起来 杜九弟也因投出危险球被罚出场 原来杜九弟并不是累了 而是有意让吉田上场找回自信 临危受命的吉田能挺过这次危机吗 采老板趁火打劫 提出若吉田投球失分的话 每失一分杜九弟就要赔两亿元 杜九弟同意了 这下财老头美了 因为他很了解吉田 他心理素质极差 绝对顶不住 果然吉田一连投了三个坏球 第四球又被鹰队击出 好在出界了 毫无心理准备的吉田 背上了极大的压力 这时看台上有人冲他喊道 这就是前往排投的球吗 你不会是到如今 孩子想胜负这种小事吧 现在你只需要为自己投球就好了 杜九弟的话叫醒了吉田 他竭尽全力投出下一球 这球正中下怀 但鹰队打者的球棒竟被击碎 这球的力度太恐怖了 出局比赛结束 LY队摆脱11连败 迎来了开季以来的首场胜利 赛后吉田将钱丢还给采老头 在老头丢难自己钱 主动要求退队 他要作为投手去美国 从最底级球队重新再来 继续追求自己的投手梦 是杜九弟点醒了他 经过这次事后 财老头向杜九弟提出了四个追加条款 第一绝对要服从监督指示 第二关于失分方面 并不是指失误分 而是指投球中失去的分数 第三根据比赛重要程度 契约的比例可随时增减 第四这项契约内容要严格保密 若违反要支付五一违约金 且一直以来的年薪无效 尽管都是不利条件 杜九弟还是答应了 下场比赛将对阵长期霸展榜手的 最强球队千叶、小黑、壮壮 和高健的打线组合强劲异常 三人的打击率都超过了四成 独占联盟打击率成绩前三 尤其是队中的得分王高健树 拥有球队第一的动态势力 被誉为天才打者 此时采老板去向媒体宣布 接下来与千叶队的三连战中 全部比赛都会让杜九弟先发出场 队员们惊得瞅目结舌 连进而部长反对这种不人道的车路战 采老头却依然坚持己见 开赛前的挥棒练习中 千叶队的高健术状态绝佳 紧接着是重棒手壮壮 势大力尘的击打 LY队队员当时心就凉了一半 鼓手出口 递来千叶队先发球员的资料 杜九弟却当场经济撕碎 他认为这些过时的资料根本没啥用 面对队友的质疑 杜九弟缓缓道出 刚刚千叶队队员在练习时中的种种习惯 细节及小动作 这些才是球队需要的情报 而导也站出来 鼓励大家不要卫战先气 于是队员们脸上的自信回来了 LY与千叶的首场比赛正式开始 此时杜九弟再次寄出熟悉的挑衅手势 接下来 他竟将千叶两名打者直接保送上一来和二来 这杜九弟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是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还是已经放弃了 与千叶队三连战的首场比赛 杜九弟将对方第一二棒打者直接保送上来 九叶要与他们的三个王牌打者对决 小黑上场后 球数很快聊到两好三坏 小黑很谨善 为了解杜九弟的球路 有意让他多投球 杜九弟控球不错 但只会投直球的他不足为惧 小黑这样想着挥出了球棒 却落了空 三阵出局 如此简单的球路 为何击不到呢 但这绝不是简单的直球 他与高剑所见略同 撞着上场后轻松击中第一球 但这却是个高飞球 被三雷手揭杀出局 他气得当场掰断了球棒 轮斗拥有联盟最高打击的天才打者 高剑上场了 面对加入直棒以来从未失分的杜九弟 谁能取胜呢 第一球来了 是个正宗球路的简单直球 高剑目送未击打 杜九弟看穿了他想观察第一球的意图 第二球仍是个好球 但球速只有125公里左右 这也太low了 第三球来了 高剑欲挥棒击打 却在瞬间又改变了主意 三阵出局 杜九弟击溃了千叶队的王牌打者组合 却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反观被三阵的高剑却在笑 他将队友缓缓倒出了玄机 杜九弟并非只会投直球 所谓直球 是在球上加垂直旋转的球种 职业球员所投的球 飞到打者面前会旋转20次 旋转越好的直球就越难打 而杜九弟能控制直球的旋转数 刚才我的打击 杜九弟投出的第一 二球都是平平无奇 旋转数在17到18的直球 但他投出的第三球只旋转了三次 拥有卓越动态势力的高剑绝不会看错 看起来很平凡的直球只是诱饵 若把直球的轨道印在脑海里 这种会下沉的低旋转球 就会从球帮下方穿过 更可怕的是 杜九弟可以看穿打者的心思来投球 然而众人都觉得 就算这样也没什么了不起 只要看准时接就能击到 只有高剑不这么认为 第三局上半 轮到千叶队进攻 一人出局轮到第一棒的山川击球 此时他已被追逼到两个好球的局面 山川猜测 杜九弟肯定会利用低旋转直球来决胜 然而这一棒他就挥空 三阵出局 其实这球他说不挥棒本是个坏球 杜九弟已完全看穿了他的心思 接下来打者野天认为 第一球绝不会是低旋转球 但当他胸有成竹的挥棒后才发现 第一球就是低旋转球 出局 之后千叶队的打线持续沉默 不断被三阵 他们引以为傲的打阵毫无作为 野技安打都记不出 壮壮又气又闹 再次毁掉一根球棒 原来他每场比赛都准备了30只很重的球棒 此时高健脑中灵光一现 比赛来到第九局 千叶队的首发打者被杜九弟三阵 只差两个出局就能终结比赛了 此时高健开枪了 他要大家放弃杜九弟投来的决胜低旋转球 只看准那些直球来打 并且只挥棒一次 在机球准备缺也不能挥棒 高健看出杜九弟或观察对方动作 进而分析对手潜意识下的行动 因此他的应对策略就是减少举动 但既然这样 千叶队球员就只能瞄准低旋转球 概率较低的第一球来打了 但当打者挥棒时却发现 他想挥棒的举动以为看穿 这依然是低旋转球 可球却击中了 之后两名打者也相继击出安打 杜九弟第一次面临满垒的局面 此时的打骑士 中炮撞撞 高健揭开了这个策略的奥米 和指挥投直球和低旋转球的杜九弟比赛 就像是猜黑白卡片 但他能猜中我的心思 并从中暗算 我对大家一心直打直球 擅长独心的杜九弟肯定能猜到 并加以暗算 投出低旋转球 但球员不知道 我将他们的球棒偷换成了撞撞的 用了不适应的重球棒 击球时正好会比平时低大约一个球的位置 而那正是杜九弟低旋转球的位置 在这八局中 我看出杜九弟控球卓越 投低旋转球时完全保持在同一轨道上 从未偏离 就大家只挥一次球棒 也是为了不让他察觉到 但这个计策有个缺点 那就是对于壮壮无效 但这也在高健的预想之内 此时轮到他上场 现在满垒两人出局 第一球是个正宗直球 高健目送未挥棒 第二球是较低的直球 两好球 此时高健所知的球棒是自己的 第三球终于来了 不是低旋转球 不久地察觉到球棒的问题了吗 没关系 这一点也在高健的计算之内 当他认为也稳操胜券时 他的挥棒却落空了 三阵出局 杜九弟确实没向高健投出低旋转球 但这也确实是个上升球 原来杜九弟反其道而行之 增加了球的旋转数 他不仅能投低旋转球 还能投高旋转球 高健说的心悦称服 当他烦恼黑或白卡片时 杜九弟却掏出了灰色的卡片 之后LY队在本队进攻时 得到了一分以若胜强 如愿击溃了战无不胜的千业队 杜九弟的暂定年薪为 5亿5500万日元 但之后与千业队还有两场苦战 杜九弟能继续封杀对手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上集讲到 凭借杜九弟鬼魅莫测的投球 LY队以若胜强 顽客千业队 这是两队三连战的第二场比赛开始了 今天的杜九弟依然状态神勇 很快将三位打者投出局 但千业队的高健 曾在赛前对尔导说 他找到了杜九弟的弱点 这对尔导深感不安 尔导发现 今天的打设与上次不同 千业队大部分都是惯用左手的打者 这是为啥呢 原来此次千业队 有意消耗杜九弟的体力 二局上半 高健目送了两好球 之后又以界外球拖延 最后打出了依赖低滚球 在他之后的打者 也适当做出拖延 让杜九弟尽量投更多的球 最后再以低滚球 令杜九弟奔走于防御 之所以有那么多左手打者 是为了确保球能滚倒依赖 之前杜九弟玩的one outs 并不需要奔跑 但在职棒中 投手也是一名在野手 此前从未体验过 连续冲刺的杜九弟 体力绝对跟不上 之后两队都毫无失分的 迎来了第八局 此时比赛发生了异变 杜九弟突然跌倒了 随后他爬起 坚持抗争 克服了这一局 监督受采老板之命 不同于换人 队友们互相鼓劲 决心一定要得分 但振奋起精神上场后发现 得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随后比赛拉锯至延长局 队友们十分顽强 玩命防守 拼之受伤 此时尔导也坐不住了 为帮杜九弟渡过难关 他本赛季第一次带伤上场 千叶队也及时应对 换上了救援投手 然而杜九弟却叫了暂停 要眼镜为他的右肘缠上更多绷带 并告诉尔导 第一球会是外角低球 要瞄准这次机会击打 这是唯一的胜算 随后他向出口道出了原因 之所以自己能确定第一球 会是外角低球 那是因为尔导的白色绷带太明显了 出口没听明白 千叶队补手向投手打手势 要他投内角直球 然而千叶队的投手 对尔导投出的却是外角低球 被杜九弟说中了 尔导抓住机会 挥出一记强力中击 全雷打 比赛宣告结束 L外队再次击快了强大的千叶队 面对出口的疑惑 杜九弟缓缓到来 曾有过这样的实验 让一位射击名将 射击半径10厘米的目标 结果他50枪全部命中目标 接下来又在离靶的一米处 放一个价值几亿元的古董 结果出乎意料 射击手竟在古董相反的方向 射偏了平均7厘米 尔导受伤的手肘就如同那个弧 投手虽瞄准了内角头 但尔导是世界级打者 万一将球投到他手肘上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他才投偏了 于是这场比赛结束后 杜九弟的暂定年薪 也涨到了7亿3500万日元 采老头却满不在乎的 根据one out契约 追加条款 将下场比赛的比率增加到了20倍 即使说杜九弟失一分 就得赔10亿 第三场比赛中 杜九弟再次被安排到了先发阵容 眼镜部长建议 采老板重新考虑契约 换成同其他球员一样的契约 留住杜九弟 这样球队在之后 很有机会争夺冠军 采老头却笑了 他只想要当前的利益 只要球队中有儿岛这样的国民英雄在 就不愁从观众那赚不到钱 果然这场比赛中 疲劳的杜九弟一上来 便投出了坏球 控球力下降的他 投出的球接连被对方击出 好在凭借防守队员的努力 获得了两个出局 此时天才打者高剑上场了 面对发挥市场的杜九弟 他出场后便击出一击 势打力沉的拳力打 正是杜九弟加入职棒后首次失分 看到这一幕 财老头乐坏了 让秘书一算 杜九弟的年薪已变成了负6500万 他要杜九弟继续留在场上扩大失分 增加自己的本钱 这卑鄙小人 之后杜九弟又被小黑和郑郑接连击中得分 只好被迫叫了暂停 他却并没有布置什么战术 收拾休息后继续比赛 持续的只要首球是坏球 第二球定会被击中的魔咒 此局一举被对方得到了5分 只有高剑意识到了不对劲 与杜九弟眼神接触时 杜九弟竟在笑 之后继续失分 到第三局时已经失去14分了 财老头笑得合不拢嘴 此时杜九弟也变成了105一赤字 高剑越想越不对劲 杜九弟虽然投了很多坏球 但至今仍未投出过4坏球 就像是故意让自己球队打中一样 其中必有7球 LY队的捕手出口也很绝望 由杜九弟下场 杜九弟却笑逃看不出本质 越被对方得分就越接近败尾 千叶队那帮已来庆祝胜利的人 还没察觉到脚边的陷阱 比赛进行到第四局 杜九弟再次陷入了无人出局 二三雷有人的危机 此时的他却在看表 并再次叫他暂停 细心的高剑观察到了这一点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 跑着离开了休息区 此时电视中出现暴雨警报的提醒 财老头与高剑不约而同的愣住了 高剑向队友大喊 快挥棒 快点结束这场比赛 已经不需要再得分了 这一带有暴雨警报 根据比赛规则 就在第五局结束前下雨的话 比赛会被判定为不成立 杜九弟就是看中这一点 故意正成疲累的样子空球不晚 有意拖延比赛时间 这些全是他的技层 杜九弟也不再隐瞒 坦言 得意忘形的千叶队 也跌入了地狱 那么这场恶战 谁会最终笑到最后呢 上级讲道 与千叶队的第三场比赛中 天空终于开始下起了雨 这场比赛 千叶队已从争夺分数 转变成了争夺时间 要尽快完成比赛 现在是四局上半 此时千叶队无人出局 二三雷有人 若无法的大雨降临前 结束第五局 比赛将会被判无效 可只要杜九弟不断投出坏球 千叶队就束手无策 但千叶队还有另一个办法 对坏球挥棒 击空 但即使是这样 也需要九个球后 才能结束第五局 面对这种状况 打者开始对坏球出手了 裁判犹豫片刻后 经判其出局 原来刚才打者击球时 出了击球区 犯规了 这样的话 只摇一球就完事了 千叶队很聪明 但杜九弟对规则研究的更透彻 之后竟然将投出的球 掉在了地上 直接保送所有垒上球员 前进着下一来 下一球时故技重施 再次顺利失分 千叶队也没有坐以待毙 这次杜九弟投球前 打者迅速移动到了 相反的击球区 根据规则 这种情况应判定出局 这样就两人出局了 这真是一场 百年难得一见的比赛 这次杜九弟直接不踩踏板 并将球投了出去 犯规 这种情况 当被判为一坏球 于是杜九弟接连使用此招数 四坏球保送打者上来 但千叶队也不是吃素的 在高进的提醒下 本应跑向一类的跑者 却跑向了三类 被裁判也意图混乱比赛 判定出局 千叶队总算被取得了三出局 换成LY队进攻 千叶队队员慌忙跑上场 争取加快比赛进度 此时杜九弟却告诉大家 搬回现在的16分分差 队友们听着窗户结说 就算这场比赛被判为无效 杜九弟也希望LY队 能在领先的情况下结束 他的目标可是冠军 此时的千叶队已完全乱了阵脚 一心只想争取时间 真是千次良机 千叶队的王牌投手 企量被监督命令 不用做投球练习 于是他连暗号都没交换 就投出了第一球 果然没经过投球练习的他 连一个好球都投不出 监督急到像热锅上的蚂蚁 原来刚才杜九弟 故意将投手秋前的地面 踩得一团糟 导致在这争分夺秒的情况下 吉良却投出了四坏球 此时LY队的跑者西村 正在蠢蠢欲动 准备到来 监督却命令吉田 不用投牵制球 以免浪费时间 就这样 一向跑得比乌龟还慢的西村 首次到来成功 接下来他再次达成到来 登上三来 监督对吉良大喊 告诉他现在本队也领先16分 不用在意被对方得个几分 要把比赛成立当作第一目标 但随后吉良投出的球 却接连被LY队的打者轻易击出 连续十分 吉良没做投球练习 所以没察觉到投手秋盛的坑 因为太在意这点 都现在仍不能踏实 不能投坏球 因而不能令打者的姿势失去平衡 没有与捕手交换暗号 便不能激发打者 现在的吉良 有如身体被加锁缠热的投球 这局已被LY队得了6分 连捕手都在催促他快点投球 却完全没考虑后果 就这样 吉良已被LY队取下了10分 此局却仍未结束 雨越下越大 千语队监督继续催促吉良投球 四局下半 二人出局 一三垒有跑者 这局光LY队的攻击 就已用掉30分钟 此时吉良却不断投出浪费时间的牵制球 很明显 他不想令比赛成立 若成立的话 对本队的打者固然有利 他们的打率和得分都会增加 但对于失掉10分的吉良来说 失误分和防御率都会受到影响 他自然不想令比赛成立 有谁能体会到吉良的心情 他在这支攻击力超群的球队里 一直受到排挤 甚至被迫降低年薪 这时他也明显拖延比赛 被裁判喊了犯规 所有垒项球员前进着下一来 LY队再得一分 吉良整理的投手球 随后继续拖延时间 开始投牵制球 牵制二里的跑者 因此再次被裁判喊了犯规 迫不得已 监督只好换上了另一位投手田代 换人时 吉良偷偷告诉田代 放弃这场不划算的比赛吧 同样田代也没进行投球练习 就上场投球了 可他在投第一球时居然跌倒了 三类跑者跑回本类 再得一分 原来为了定之后的投手 更加难以投球 方才吉良将投手球上的坑 觉得更深了 他希望LY队能取得更多的分数 万一被逆转 本队也只得被破令这场比赛不成立 这样的话 吉良此前的失误分也会一笔勾销 监督又在催田代投球了 但他也无法投出好球 四坏球已经满垒了 杜九弟对正于上场的打者耳语了几句 千语队认为 杜九弟已经让他放弃打击 断等四坏球 田代被刺激到了 认为打者绝对会目送 这松下了的神经所投出的球 正如杜九弟刚才所说的一样 是个正中直球 他将球击了出去 球飞得又高又远 是拳雷打 LY队已追着同分 千语队休息区一片茫然 LY队休息区却沸腾了 此时主裁判中断了比赛 如杜九弟之前预言所料 比赛正好在一小时候中断了 此时田代也希望这场比赛能复成立 然而随后裁判就宣布 比赛继续 此时的雨下得更大了 事情将会如何发展呢 上级讲道与千语的第三场比赛 便大雨被迫中断 裁判却宣布比赛继续 吉林急忙上前询问原因 原来财老头 刚刚以5000万贿赂了主办单位 要他不要令比赛无效 这确责老头 是要让失掉16分的杜九弟 背上巨额负债 裁判告诉双方队员 只要打到比赛成立 即第五局结束时就终止 山年的眼镜部长 连忙给杜九弟打电话 问他咋收场 杜九弟满不在乎的告诉他 只要取胜就行了 可这样已经背上140亿的负债 杜九弟却让他放心 自己不战不恢复 还要让财老头 拿出自己这场比赛 取得出局处应得的酬劳 比赛继续 现在四局下半 L外队进攻 16比16同分 两人出局 来上无跑者 千语队的田代 再次先后投出了四个坏球 他无法投出自己擅长的曲线球 但之后田代的控球越来越好 终于在第三球时 投出了直线好球 令L外队打者荒井挥空 之后荒井接受的球出界 球术变成良好良坏 他开始变得纠结起来 下一球 田代会投直球 还是曲线球呢 目送的话 估计又会被三振 突然一记飞球击中了他 原来是杜九弟干的 他借机告诉荒井 下一球是曲线球 果然没错 荒井打出去了 球穿过了投手的防御线 一类跑者 一口气跑向闻来 最终上类成功 L外队在落后16分的情况下 成功奋仇 杜九弟真是太神了 此时L外队的第三名打者 被揭杀出局 漫长的攻击终于结束了 比赛来了五局上半 这应该是千叶队最后的攻击机会了 此时雨越下越大 对杜九弟来说会更加不利 此时千叶队的打顺 正好为高剑 小黑和壮壮的王牌组合 此时杜九弟竟上前 讨访千叶队的监督 愚蠢指挥失误 连16分的优势都守不住 对于这种必败的比赛 拖延时间使比赛不成立才是明智之举 千叶监督却嘴硬的说 自己一定会赢的 千叶队的王牌打者们也对此不屑一步 认为疲劳度已达到极限的杜九弟 是因为没自信才来挑衅的 但高剑还是隐约感觉有些不安 第一球来了 好球 是勉强进入好球区的内角球 虽然控球还未紊乱 但这是个很普通的反球 高剑认为杜九弟已满有量球旋钻的力气了 杜九弟却再次露出诡异的微笑 接下来三球均为差的很离谱的坏球 第五球 高剑打偏 借外球 高剑认为 自己之前对杜九弟的担心多虑了 两好三坏 此时杜九弟投出了最关键的第六球 高剑认为一胜圈在握时 这一半却结结实实的挥空了 三阵出局 这居然是一阵比杜九弟状态好时旋转数更少的下坠旋转球 高剑终于明白了 这场大雨其实对投手有利 只要投手故意将球滑出 就可以降低球的旋转 杜九弟一直在等待大雨的帮助 自己之前完全错了 果然此时杜九弟已无人可挡 之后的小黑也被三阵出局 壮壮的前两棒也挥空了 第三球投出 壮壮虽然击倒 但这却是个慢吞吞的地滚球 杜九弟接到球后并未传到一来 他只要用这球碰到壮壮 比赛就成立 并结束了 但杜九弟并没有这么做 嘲讽千玉的监督不但将一场本口获胜的比赛搞出 还令吉连和前代两位投手 哑巴吃荒莲 有苦说不出 不能做投球练习 不允许向投手投牵制球 但吉连和前代的赛季防御率 便他不堪入目 监督承认对不起二人 但两位投手不想接受他的道歉 杜九弟暗示监督 你该对这场比赛负责 不应让别人白白受连累 他建议千玉对监督放弃这场比赛 反正横竖都会输 否则自己一旦凸杀撞撞 比赛成立后 吉连和前代的个人数据就会受到影响 但若弃权的话 根据规则 虽然监督会受到相应处断 但两位投手的个人数据就会全部消除 而且这样的话 杜九弟被对方得的16分也会一并消除 比赛将以9比0的形式成立 140亿负责就没有了 为逼迫千玉监督做决定 杜九弟只给他3秒考虑时间 此招很有效 最终千玉队监督决定负起责任 放弃这场比赛 队员们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赛场 电视街前的财老头 简直要被气疯了 杜九弟延续着他的0时分记录 由于这场比赛 以20亿排列率计算 他的暂定年薪 已涨到了恐怖的21亿3500万日元 到外在与千玉队的三连赛中 下课胜 达成三连胜 杜九弟的年薪已超出了20亿 这金额实在不是闹着玩的 秘书建议财老头与杜九弟同心商议 定个合理的年薪合约 财老头却不肯认输 他又有了新技术 置颠自己的走狗 香肠组监督 又到下场比赛 听自己指示来安排杜九弟上场 随身携带手机 LY将与Bug队进行三连赛 成秋监督 本赛季刚刚走马上让 他精投谋略 迄今为止 以协助很多弱小球队夺的冠军 Bug队开赛来势头很猛 一路连胜 成秋监督凭借他过人的头脑 至少帮球队提升了2到3倍的实力 这对手绝对不好对付 比赛开始了 本场比赛 杜九弟没有担任先发投手 第二局是Bug队击出全雷打 率先得分 在生育复出的儿童 在第三局帮本队搬回一分 比赛进行到第五局 Bug队进攻 此时面临一人出局 二三雷有逃者的情况 成秋监督最擅长在这种局面下抢分 这时香肠组将杜九弟换上了场 这是财老头的轨迹 根据One Outs契约追加条款 所谓失分并不是指失误分 而是杜九弟做投手时所失去的工作 每当三雷有跑者时 换他当救援投手 会大大增加杜九弟的失分概率 财老头打算 今后都让杜九弟担任救援投手 当三雷有跑者时便让他上场 这货实在太鸡贼了 面对人冲一三雷魔术师的成秋进度 杜九弟能否不让跑者跑回本来 并牵住两位打者呢 LV会这么快就开杜九弟出场 成秋教练也很惊讶 他向队员发出暗号 双重到来 出口看到后 用暗号告诉防守队员 小心双重到来 但成秋教练已识破了LV队的暗号 将暗号改来 让打者抢分 出口联盟告诉队友 警戒抢分 于是成秋教练再次改了暗号 这次出口实在没看明白 联盟叫了暂停 杜九弟告诉出口 你别总惦记得将对方双杀 在这种一人出局 一三雷有名的局面 最好的方式是三阵 这样的话 无论Bug队想出什么策略 若连球都记不中 也无济于事 Bug队打者听后 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决心又让杜九弟好看 然而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两名打者相继为三阵 结束了这局 成秋教练暗暗佩服 只有杜九弟看穿了 自己用来动摇捕手而发出的假暗号 但当所有人都认为 杜九弟会就此下场后 财老头就宣布 不会让杜九弟下场 但此时三雷已经没有跑者了 财老头打算砸整呢 他竟然支持相场者监督 让杜九弟单人在野手 去防守一雷 棒球中 球员只要被换下 就不能再上场 除非去守其他位置 这样之后 每当三雷又跑者 杜九弟便能随时登上投手球 这老家伙 实在太阴险了 此时Bug队击出一剑安打 打者登上一雷 但杜九弟此前 似乎没有守备的经验 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又是一剑安打 无人出局 一二雷有人 见杜九弟像个菜鸟一样 成球监督心中暗息 此时LY对投手 向一雷投出了牵制球 杜九弟却没接住 竟然掉了 好在打者也没反应过来 抬老头更开心了 这种守备 只会放对方不断上雷 增加杜九弟自身出场 与失分的机会 见杜九弟的防守 如此不堪一击 成球监督暗示打者 用上垒触击球击打 随后投手的球投出去了 打者有意用触击式 将球击到 守备不成熟的杜九弟方向 没想到杜九弟 却迅速接起球 逃过犹豫的将球传向二雷 出局 球又传至一雷 双杀 一时间所有人都敬得目瞪口袋 这样Bug队就变成两出局 三垒有人的局面 抬老头觉得杜九弟的运气太好了 由于此时的打者变不强 便没换杜九弟当投手 但此时只有成秋监督看出 刚才杜九弟并非运气好 而是他之前友谊演戏 装成防守不行的样子 引诱Bug队将球击向那里 但老成并不惧怕 最快球速只有128公里的杜九弟 因为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他将休息区的约翰换上他 这个黑人选手 看上去绝非善来 Bug队叫带跑 由约翰换下现在三垒的好者 这个刚刚加入一队的球员 是来习惯球场气氛的 还是另有绝技呢 现在一比一同分 两人出局 三垒有跑者 L外队投手准备投出第一球 此时约翰却大大离蕾 随后开始狂飙了起来 他居然想到本蕾 投手联盟将球投向本蕾 但还是迟了一步 上蕾到本蕾成功 Bug队将比分反超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角力简直就是个怪物 不愧是成秋救灵的秘密武器 这一分成了比赛的关键 L外队以一分的差距惜败 杜九弟将如何应对智降成秋 与他的秘密武器光速侠约翰的挑战呢 与Bug队的比赛中 成秋监督派出光速侠约翰 盗取本蕾成功 击败了L外队 赛后队员沮丧一场 大家都被约翰的恐怖的速度吓到了 此时成秋监督正在电视中接受采访 他说约翰以前其实是田径选手 他是世界上最快的跑者 从三垒跑到本蕾只需2.6秒 乖乖 去年的盗蕾王都要用3秒啊 成秋一脸骄傲 假设杜九弟为投手 跑者在三垒的情况下 从开始动作到球离手需要1.38秒 以他的球速到捕手接球 也需要0.56秒 只要打者能击出滚地球 约翰便能轻松到来 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此行事 那就是将球大大偏离击球去 但出口碰到约翰的时间 也需要0.69秒 也就是说投手是杜九弟的情况下 约翰到本蕾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成秋监督得意洋洋的说 电视机前的采老板听到这儿可老美了 将下场比赛的比率调到了20倍 与伯格队的第二阵开始了 三年前 成秋监督观看了全美100米田径赛 一位运动员吸引了他的目光 虽无缘决赛 但他在前30米一直处于领先状态 即使说如果只有30米的短距离 他比世界纪录保持着还快 而棒球的累间距正好是27.432米 即使说他是全世界最快的到来逃者 此时又出现了伯格队一人出局 一三雷有人的局面 好机会成秋监督再次换上约翰 香肠左边也适时换上了杜九弟 此时约翰已大大离来 并发出了挑衅的手势 杜九弟马上向三雷投出牵制球 约翰却快速返回 安全回来 杜九弟准备投球时 约翰再次向本雷冲去 因忌惮打者的触击球 杜九弟只好将球投偏 但约翰还是上来了 这时杜九弟加入职棒后首次失分 财老头接近22亿的负债 一下就减少到了12亿 这之后杜九弟又被安排去手艺来 虽然换上的投手成功压制后续的打者 结束了这局 但队员们还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只有杜九弟不慌不忙的查看着刚才的录像 经确认后宣布 成老头是个骗子 昨天的话全是虚张声势 虽然给出的数据都对 但约翰的盗本蕾 并不是百分之百能成功的 因为盗本蕾和田间的短距离竞技不同 并不是从起跑到终点那么简单 跑到本蕾还是回到三蕾 判断起步也需要时间 田径赛只要听到起跑枪声后 开始动作就可以了 身体反应时间一流选手也需要0.15秒 但到本蕾不同 需要预测投手习惯 判断此球是牵制球还是投向打者 同时是一流选手 思考时间至少也有0.2秒 即使说所谓2.6秒跑完 只是田径上的概念 实际上需要花费2.8秒 可为何约翰刚才只花了0.17秒 这并不代表他是个反应神速的人 为确认这一点 杜九弟刚才有意设下了陷阱 刚才允许约翰到类的球 杜九弟故意用了和平时不一样的投球方式 约翰却和刚才杜九弟投牵制球时反应一样 这证明他一开始就已决定 第一球是回到三蕾 第二球是冲向本蕾 即杜九弟一有动作 他马上就有反应 省略了判断的时间 但若杜九弟第二球也是牵制球 约翰被夹在本蕾和三蕾中间的话 他也不怕 因为他决定到来的真正原因 并不是杜九弟的球速慢 而是三蕾的守备腾田 他这赛季才从外野掉来守三蕾 腾田上赛季右腿受了伤 从接球到投球的时间会大大变慢 再加上杜九弟从准备到投球至三蕾的时间 就要用掉2.6秒 再加上出口接球后碰跑者的时间 这速度绝对无法阻止约翰的到来 腾秋却在采访中冠冕堂皇的向媒体 细细说明到来成功的理由 就是为了让大家将视线焦点转移到杜九弟身上 忽略三蕾手的弱点 但阻止约翰到了的方法还是有的 若投向三蕾和本蕾都不行的话 可以将球投向正中央 约翰做跑者时 三蕾手就尽量向前站 干脆站到约翰前边 这样无论从投手到三蕾之间 还是三蕾到本蕾之间 距离都会缩短至少0.5秒 面对腾田的自责 杜九弟告诉他 刚才那一分是要摸清对手底绩 故意让他们得到 此时两次长头田刀的Bug队 宣布更换队员 让约翰担任左外野守卖 这样的话 还有两局就会轮到他当打者了 虽然约翰是棒球新手 但看他在赛前练习的触击球 几乎任何球都能击到内野 这时间足够约翰这个累坚 最快跑者上来了 杜九弟却并未消沉 笑着说 腾丘已彻底陷入了自己的布局 于是LY队瞄准了约翰这个软肋 有意将球击向他所负责的左外野 约翰却迅速接到了球 表现堪称完美 之后打者再次将球击向左外野 约翰竟然再次飞身接到了球 这家伙简直无懈可击 这一颗打者 比赛就这样进行到第七局 此时Bug队投手接连投出四坏球 保送两名LY队打者登上一二来 下一打者是杜九弟 此前只当过弯脑子投手的他 击球技术咋样呢 他将球击到了左外野 约翰拼命追上去 冲到了护墙上 界外 正能大家都为约翰的手臂赞叹时 杜九弟却通过约翰方才的表现 发现了他的弱点 杜九弟抓住的攻略这个怪物的突破口 到底是什么呢 主徒与怪物的对决 已逐渐走上高潮 上级讲到 与Bug队的第二场比赛中 约翰用他超人般的跑速倒垒成功 令杜九弟首次失分 随后运用无懈可击的防守 令LY全队上下束手无测 此时只有杜九弟发现了 他防守的致命弱点 随后杜九弟再次毁棒 将球击向左外野 左外野手约翰 以熏雷不羁掩耳的速度拍马赶到 将杜九弟接杀出局 面对指责 杜九弟不屑一顾 要出口陪自己练纯接球 还将下一棒的打者傅刚叫了谈话 紧接着傅刚的球击出去了 又是约翰所在的左外野 很明显是杜九弟所受益 众人都以为这是个傻到不行的送死球 约翰跑起来了 此时正在捡球的杜九弟对他喊了一句 Watch out 约翰却停顿了一下后继续向前跑 居然连如此平凡的腾空球都没接到 于是一二类跑者先后跑回本来 L外队反超了 杜九弟道出了原因 约翰的弱点在于 他不能暂停视线 他的手背位置十分靠后 且先后两次在接球时撞到围墙 一般防守球员遇到这种球时 视线都会暂时离开球 跑到围墙边摆出接球的姿势后 再将视线移动到球上 约翰却在接球时视线从不离开球 这就解释了他一连两次撞到围墙 站位如此靠后的原因 所以杜九弟才叫傅刚向左外野打出腾空球 他假装练习纯接球 走到围墙附近等待约翰接腾空球的瞬间 虽然那是个很好接的球 但约翰之前两次撞墙的经历 令他在潜意识上对围墙有所警戒 当杜九弟喊出窝尘奥头 不由自主地向围墙望去 视线离开后便再也找不到球了 真是惊人的洞察力 但真正的胜负现在才开始 剩下的三局中 约翰还能轮到两次打席 成就对他满怀信心 终于轮到加油职棒以来 首次打击的约翰了 LY对投手投出了第一球 约翰果然摆出了触击姿势 坏球 LY的投手已看穿了约翰的意图 只要击出滚地球 他就能凭借自己的脚上 完成安全上垒的触击球 此时杜九弟喊了暂停 为内野的队友布置战术 比赛继续 LY对的一三垒上前防守 第二球投出约翰触击成功 尽管防守队员十分努力 仍未能阻止其登上一来 速度实在太快了 随后他又凭借速度盗取了二来 紧接着三垒也沦陷了 香城左监督再次让杜九弟登上投手球 此时三垒守在杜九弟的授意下移动位置 向前防守 约翰见状又返回了三垒 此时无人出局 三垒有跑者 球数是一好两坏 杜九弟再次将球投偏 约翰完全没动 一好三坏 打者依然摆着抢分战术的姿势 此后杜九弟先后投出两次四坏球 出现了满垒的局面 这令那野球员忍无可忍 再次聚集在一起 责怪杜九弟逃避 但杜九弟也很为难 若好好投球 并会被对方的触击战术抢分 真是个两难的角色 但当八个队认为以胜券在握时 三垒有几手金角 却握着球碰到了约翰 出局 八个队被耍了 原来刚才聚集在一起的争吵都是演戏 杜九弟借机把球传给金九 上上次聚集时 杜九弟布置了这个策略 他已经预计到约翰会跑到三垒 之前的一切都是演戏 杜九弟悄悄布下了陷阱 轻松化解了这次危机 之后两队均无得分 以二比一的比分进入到最终局 此时的先发打者是约翰 他再次利用高出的触击球战术 与出色的角城成功踏上一垒 随后又先后盗取了二三垒 杜九弟再次担任救援投手 为防止盗取本垒 三垒手藤田再次上前防守 但即使这样 投出的球仍难以保证 不被擅长打触击球的小日向基础 一旦击到 约翰还是能回本垒得分 可若是投骗 从杜九弟投球 到捕手出口碰约翰的时间 仍然拼不过约翰的角城 这时约翰开枪了 你不敢和我一决胜负吗 杜九弟我听说你是个厉害的赌徒 但原来却是个没种的混蛋 杜九弟听后 竟让腾田后退回三垒 他受到挑衅 真要傻到与光速侠约翰玉杰胜负吗 财老头肆无忌惮地狂笑着 于是约翰开始准备到来 小日向也摆出了抢分战术的姿势 球出手了 竟投向了打者的脚跟 约翰被触杀出局 原来杜九弟并非受了挑衅 而是看穿了捕手街角和碰跑者 取得出局的节点 巴克顿已无力犯超 L外队将胜利保持到了最后 只是杜九弟的年薪降到了十亿四千万 出口对杜九弟派服的五体投递 认为约翰已经被封杀了 杜九弟却告诉他 正如成秋的理论中有漏洞一般 今天我投向脚跟的球也存在漏洞 下场比赛中成秋一定会察觉到的 下一战才是真正的决胜赛 宇哥继续为大家介绍高分神剧超制游戏 与巴克顿的第三场比赛开始了 今天约翰被排在第一半 出口惊奇的发现 第一半到第六半竟然全是左打者 果然成秋已看穿了杜九弟脚后跟投球的漏洞 若朝右打者的脚跟投球的话 打者无法打击 出口从接球到碰跑者的时间也会缩短 但这次就换成左打者 不仅投球位置到接球距离比较远 碰跑者的时间还会延长 打者站的位置还会碍事 即使说这招已经无效了 意识到这一点后 财老头迅速将今天比赛的比率调到了二十倍 比赛进行到第一局下半 八个队进攻 先发打者约翰登场 投手紧接着他的触击上来 投出了三个狠偏的坏球 下一球投出后 还是被约翰击到了 成功上来 在绝对的速度面前 L外队毫无办法 随后约翰再次肆无忌惮地到来 先后登上了二来 与三来 三道成功 更换投手 杜九弟再次上场 打者目之内洋洋得意之时 杜九弟却冷冷一笑 嘲笑他也犯了大错 为帮约翰上来 令球术变成了良好灵坏 一球角色 是杜九弟最擅长的 诡异的微笑 令目之内不寒而栗 他认为杜九弟必有诡计 叫他暂停 他是这么想的 首先面对良好球 无论杜九弟投出什么球 他都会击打 随后目之内终于研究出了 杜九弟的投球区域 不但打者难以击倒 捕手接到后 还能快速连约翰出局的球路 一定是红色区域这里 既然知道球路 那就不怕了 目之内自信满满的 回到打击区 约翰已大大理赖 杜九弟开始投球了 仁尔投向的区域 却并不是他所想的那里 居然是正中球路 仁尔再改变姿势 已经来不及了 击出的高飞球 被杜九弟揭克正着 出局 纯智三垒 双杀 杜九弟之前 有意用话语挑衅 令目之内想太多 心理战术真是绝了 这才是真正的赌徒 之后的打者也被三阵出局 八个队失去了一次 绝好的机会 面对强大的杜九弟 重秋决定改变策略 让约翰放弃 优先盗取本类的战术 约翰极为不爽 所有人都认为 杜九弟至今为止 都是用些 只能用一次的小花招 侥幸获胜 现在没有其他办法 能封锁约翰的脚肠 以前旅技琼了 此时比赛区发生了异变 二局下半 八个队攻击 两人出局 垒上无跑指的情况下 杜九弟在接一个很普通的球 谁竟然失误了 好在对比赛影响不大 然而杜九弟的异变 还在继续着 三局下半 两人出局 约翰的打起时 杜九弟再次揭露 令约翰一口气 从一来跑向二来 慢吞吞的传球 令约翰又登上三来 于是救援投手 杜九弟再次被换上 在现在这种 两人出局的局面 对杜九弟而言很幸运 只要能将球投进好球区 约翰就无法到来 可以不用理会约翰的脚程 专心与打者对决 之后他成功脱离了危机 双方球队 在无时分的情况下 进入六局下半 杜九弟却再次失误 令打者顺利上来 八个队球员都认为 杜九弟是在想对付 约翰的策略而着急 才会接连失误 承秋却道出了实情 你们认为 杜九弟能在两人 出局的情况下上场 真是因为他运气好吗 面对约翰的脚程 此时的杜九弟 可能确实也没有计算 能封住他 但想让约翰发挥威力 有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 约翰站在打击时 是无人出局或一人出局 如果两人出局 就会变成与打者决胜负了 另一个条件 约翰前锋不能有跑者 若前面的雷有人 约翰跑得再快 也不能去下一雷位 若条件不符合 约翰的脚程 就等于被封住了 杜九弟刚才 就是靠两人出局的局面 封住了约翰 现在虽然无出局 但约翰前面有跑者 杜九弟 其实一直在操控着 以自己的失误 制造出令约翰 无法跑累的局面 约翰的脚程 能够活用的唯一机会 就只有第一局约翰的打击 但成丘与大家别担心 自己还有其他办法应对 比赛继续 此时的打者是约翰 他用触击时顺利将球击出 约翰成功上来 前方的跑者深山野 到达了二来 LY队的球员们却很坦然 只要前方有人 约翰就无法到来 此时成丘开始行动了 他打出了暗号 LY队投手投球前 约翰竟然再次跑了起来 而且前方的深山也在跑 只是跑得很慢 这居然是个双重道雷 出口一将球投向三垒 封杀深山 却在最后关头放弃了 因为他投鼠忌气 若将球投向三垒的话 约翰前面就没有了跑者 至今为止的策略就白费了 此时杜九弟再次出场 他有办法化解此次危机吗 六局下半 八个队攻击 跑者前面是三垒 二垒跑者是光速侠约翰 救援投手杜九弟再次登场 约翰开枪了 杜九弟 你在我前面设置跑者 阻碍我的主意 看起来有些不周全 三垒的深山迟早会出局 你的作战只是单纯的挣扎罢了 杜九弟冷冷的回应他 深山不会出局 并且你会被困得二垒腐朽而死 这怎么可能 只用深山第一球就到本来 便一定会出局吧 于是深山再次跑了起来 杜九弟的球出手了 这竟然是个处身球 根据规则 打者目之内前进至一来 深山被迫退回这山来 但这样做的后果是 无人出局且满来 危机仍未化解 但杜九弟不慌不忙 就将三名外野手统统叫了过来 他竟然要所有外野手 都进来一起守内野 原来杜九弟早已研究出 封锁约翰的第二个方法 就是九人内野 这样的话 只要八个队击出内野滚地球 无论球滚到哪里 都会变成双杀 约翰的角城便毫无用武之地 但这样做的后果是 只有打者能击出外野球 便会令所有打者 跑回本类得分 杜九弟却不以为然 我在冲绳时 一直在玩one out赌博棒球 进行过五百场这样的决斗 可从未有一人 从我手上打出过外野腾空球 确实杜九弟对此有绝对自信 还敢排除这种防守阵法应对 这样做的好处是 首先回缩防守的中间手 紧贴二类垒掉 约翰就无法大大离垒 这样做 首先能将约翰困在二类 杜九弟就能专心于打者 一对一决胜 再者明确了胜负规则 能给予打者心理上的压力 若击不出外野球 就会被双杀 就如同在陆地上 过一根十米长 五十厘米宽的平衡木 会很轻松 但若架射在百米高的悬崖上 人出于对死亡的恐惧 就很难走过去了 果然如儿童所说 八个队的打者三岛 身体已彻底畏缩了 外野变得好远好远 杜九弟的球 如有魔力一般 三岛虽将其击出 但很快便被防守队员接住 传向本来 出局 再传至一来 出局 双杀 杜九弟再次成功克服危机 取得了两出局 这样约翰的矫程 便派不上用场了 之后的下一打者也被三阵 杜九弟射险过关 之后双方均无得分地 进入到了第八局 杜九弟又是一击故意出身球 和六局下半一样的局面 无人出局且满来 二类逃者是约翰 打者和上次一样 还是三岛 L外队再次排出了 九人内野的阵型 赛前成球监督 为避免他投向右打者的 脚跟投球 在约翰之后 全是些无常打力的左打者 殊不知 正中杜九弟九人内野的下怀 而此时杜九弟也看穿了 打者三岛的心思 他接受的内野直线球 再次被L外队防守队员双杀 和六局几乎一模一样 此时杜九弟所取得的出局处 与上次的失分已全部抵消 还让采老板多排了两亿 杜九弟有意将局面操控成无人出局 满垒的情况下上场 通过双杀争取到了更多的出局数 令财老头排了个底调 接下来的比赛 以0比0进入到九局下半 此时先发打者激出了三雷打 杜九弟再次上场 和之前不同 这次面对的 都是些擅长长打的打者 杜九弟再次陷入了危机 但他仍然坚持采用九人内野来防守 在他的建议下 相长左监督 将三个外野手换成了后背内野手 随后杜九弟再次将两名打者保送上来 制造成满垒的局面 此时的打者是强打者仇仓 他丝毫不把杜九弟放在眼里 杜九弟便开始给他的心理施压 你完全不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被双杀的后果 你被双杀后 就会变成两出局 二三雷有人 这样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地保送第九帮上来 因为下一棒是约翰 指挥触击球的他 绝不可能打破两出局满垒的九人内野 即使说你的双杀 即使等于三重杀 此番话果然令筹仓背上了巨大的心理包袱 杜九弟轻松将其三阵出局 恒秋道出了杜九弟的可怕之处 他能读懂打者的心思 并从中算计 普通投手在开始投球支持时 就已决定投什么球了 杜九弟却在开始投球动作时 把锁头的球种延长着离手的瞬间才决定 一直观察打者的气色到最后 而且他还会用语言蛊惑打者 令他们多想 实在太坏了 随后杜九弟再次将下一打者三阵 轮到约翰了 跑速和触及都被限制住的他 对杜九弟丝毫够不成威胁 三阵出局 比分依然0比0 比赛被拖进了延长赛 此时还没人察觉到 那兼顾防守的真正用意 以及这场比赛可怕的走势 与八个队的第三场比赛 以0比0进入到了延长赛 香肠左担任LY队监督已有7年 但那只是表面上的挂名 他实际上是采老板的走狗 作为一支常年B级球队 他之所以能不负责地一直留任 皆因他对采老头的决策为命适从 比赛进行到10局下半 八个队攻击 此时两人出局 一类有人 打者将球击得很远 令一类手一举前进至三类 二三类有人 机会来了 采老板通过电话下香肠左下达命令 震动一下 就表示更换杜九弟上场 香肠左并不知道 老板和杜九弟签计的one outs契约 杜九弟很快变得对手三阵 出色地克服了这局危机 杜九弟非但没有对香肠左耳表示不满 反而公围香肠左耳监督 确实入报刊上所说 是为能带领球队走向胜利 攻破成球奇策的指教 11局后半 八个队又得到了两人出局 满垒的大好机会 杜九弟第七次上场 带人救援投手 投出的球虽被对手击到 却只是个平凡的二雷滚地球 出局 杜九弟再次克服了危机 此时秘书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由于频繁将杜九弟换上换下 队内的换人名额已经用尽 已不能再更换投手了 但为了放更多八个队跑者上来 令杜九弟失分 财老头决定 让其中一名野手当任投手 在出现满来的局面后 再换杜九弟上场 这招可太损了 于是香肠左耳的手机响了 但受到杜九弟激励的 他很想赢下比赛 不想再乱来了 香肠左拒绝了财老板的决定 决定让杜九弟投到中场 这只做了七年的走狗 第一次脱掉犬装 违背了主人的命令 既然能投到比赛结束 杜九弟便不再客气了 他没有再让一个人上来 将全部打者三振 踩老头在电视机前 气得直抓狂 他已无计可施了 比赛来到第十四局下半 半个队攻击 此时第一棒为约翰 面对约翰的自信 杜九弟坦言 我是故意将比赛操纵成这种局面的 比赛已进入尾声 也该做个了断 让观众看看你有多没用了 是虚张声势吗 又是九人内野 杜九弟命令全部那野手 前进到具打击却很近的位置 并断言 约翰指挥出击球 因为之前两人出局满垒的情况 杜九弟故意投了三个相同球路的球 以此来确认 约翰是否会其他击球方式 但他全部挥空 没将若天保护好的约翰 已被杜九弟彻底看穿了 事实证明 约翰的的确确指挥出击球 防守队员接到球后 迅速传至一来 出局 约翰曾引以为傲的胜垒出击球 被杜九弟轻易粉碎 Bug队的信心瞬间崩塌 16局下半 LY把握着机会 趁对手接球失误上来成功 取得了一分 随后能到Bug队攻击 一转眼两人出局 约翰成为最后一名打者 此时杜九弟竟然像这个 只要上来就难以对付的光速侠 投出了触身球 明显是故意的 杜九弟说 这次会不耍任何手段的向观众证明 约翰有多没用 杜九弟竟然要约翰跑到三来 他不会采取任何措施阻止 就这样 约翰疑心重重的登上了三来 不久弟此举 是要与约翰的盗本磊决一胜负 随后他居然将所有野手都赶出了内眼 只剩自己一人 杜九弟直言 这次自己会将球大大投偏 若约翰果真是个累奸最快的人 定能百分之百道理成功 但他会证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 向世人揭露他的脚程只是个笑话 但失败的话 比赛就会重回起点 成秋曾在赛前说过 若投手是杜九弟 约翰的盗本磊成功率会是百分之百 杜九弟能否推翻那句话呢 他投出了万众瞩目的一球 球大大偏离 约翰滑磊 结果是出局 比赛结束 约翰彻底败败 杜九弟最后没有任何小花招 用实力击溃了志向成秋率领的Bug队 这场比赛 他取得了32个出局数 暂定年薪为42亿日元 Bug队的第三场比赛 杜九弟遣散所有野手离开内野 与约翰单挑户取得完胜 谈到自己取胜的原因 杜九弟说 那是因为约翰的肌肉消耗了 其实成秋一开始便暗示了这个弱点 他说约翰是累奸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但他为什么没成为世界上最快的男人呢 抱着这种疑问 杜九弟去看了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 卡里根的资料 他说人类的下半身肌肉 并不能维持足以跑完百米全程的十秒顶峰状态 自己之所以能做到全靠技巧 他在前半程三分之一的加速区域中 将推进力集中在腿部肌肉上 当六秒左右接近极限后将身体上升 将推进力转移到扩肩膜张机和放降机 最后连腹肌也要用到 因为在开始时保留了这些肌肉的力量 才能充分发挥力量直至终点 卡里根声称 花了十年时间才学会这种跑法 既然如此 就要消耗约翰的最快的肌肉 让他频繁出来 到来 手背 不断冲刺 就能确凿消耗他的肌肉 并通过记录证实了这点 约翰的速度的确在逐渐下降 众人对杜九弟佩服的不要不要的 香肠左监督这边可苦了 敢抗命 还想不想混了 小香肠站着兢兢的说 咱不是赢了吗 于是采老板决定 和不听话的他来场比赛 下场与不露队的比赛中 自己也不会下达任何指令 让他自由发挥 但若小香肠输了 会被扣掉50%的年薪 还要和以前一样听从指挥 之后 不露与bug队的比赛中 决胜的关键时刻 约翰被判施上决一胜负 没想到约翰虽到本磊成功 将笔分奔平 却与不露队的捕手双双受伤 但实地上 是不露队的捕手偷偷下半 咬面是触碰 就在暗中废了约翰的膝盖 他没能逃过杜九弟的法眼 杜九弟不断不害怕 反而很期待与不露队的比赛 此时采老板正在与不露队的高层密谈 要他像干掉约翰一样处理掉杜九弟 以五千万作为谢礼 五路曾和LY队一样 是个实力平庸的B级球队 但新老板上台后 对球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 建设了设施完善的球场 又聘请了名帅天堂监督 还大量招募外国球员 队中的三剑客 投手黄毛 野手威廉 中号打者大罗三人支撑起了整个球队 一张王牌投手黄毛 所投的止关键球 在空中机无旋转 左右摇摆后突然下坠 想打到势必登天 球半连球身都擦不到 三年前成绩惦记的不露队 前年与去年突然上升到了第二位 成为与千余队争冠的大热门 他们在主场的胜率 更是达到了恐怖的772 即使说在客场的胜率 连五成都达不到 杜九弟隐隐发觉 这其中必有击胶 看过不露队的比赛录像 杜九弟认定 这支球队在作弊 他们的打法举动 所有一切都很不自然 这是个充满轨迹的球场 互相欺骗的舞台 开赛练习前 不露队的大罗 向众人展示了他可怕的击打力 他们的球员还毕恭毕敬的过来 鞠躬打招呼 采老板并没有增加本场比赛的赔率 笑着说 OneNote契约里早已写明了必胜法 比赛开始了 胜方你来我往 第三局结束时 LY以9比2大大领先 全队上下都兴高采烈的认为 以胜利在望 只有儿岛与杜九弟看出 他们的表象下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 比赛进行到第五局 大罗轰出一记重炮 帮本队扳回两分 之后又击出一记本雷打 帮不露队追至只差三分 比赛进行到八局下半 此时一人出局 二三雷诱然 又轮到大罗的打席 出口决定 用他不擅长的变化球压制到 要投手投偏低的曲线球 没想到大罗竟轻松击出 好在世界外 之后在出口的指挥下 投手又投出三季曲线坏球 大罗目送未击打 一好三坏 出口认为 大罗心里一定觉得 几方想保送他上来 决定将计就计 投出一记好球赚局好球术 于是投手投出一记 绝妙的内角球 没想到大罗竟击了出去 居然还是一记三分本类打 将比分追至平手 出口惊得目瞪口呆 本阵有压倒性优势的比赛 一转眼又回到了原点 LY的休息区动摇了 相乘左监督 倍感压力深大 于不露队的比赛 LY第一局虽已9比2领先 却在第八局 逐渐被对手追着同分 比赛来到九局下半 香肠左监督 试图激励垂头丧气的队员 然而一向听彩老板指挥的他 对这事并不擅长 收效甚微 此时补路队派上了 他们的王牌投手黄毛 赤头的时候 那飘忽不定 忽上忽下的刁钻指 关键球连补手都接不到 太牛叉了 LY球员看后 纷纷未占仙气 小香肠未保住自己的粘心 强装镇定的出了一招 大家目送黄毛的 低速指关键球不要击打 这球中虽然难以击中 但也意味着 它很容易成为坏球 看准它投出的 快球击打就OK了 球来了 速度超慢 却没有摇晃 打者目送 却是个好球 原来这招对黄毛无效 因为他还会伸卡球 这种球到中途为止 轨道都和指关键球一样 却刚好能控制在 好球袋以内 黄毛章成要投 指关键球的样子 却不断投出 不能增加好球数的深卡球 就这样 LY队的两名打者 接连被三阵出局 只是LY队的 王牌打者 尔导登场了 但即便是他 也完全补助不到 黄毛的投球时机 接连击出界外球 球数被追逼着 良好良坏 尔导判断 黄毛此球 一定会投指关键球 因为若等到 良好三坏时 他便不会再投 会变成坏球的指关键球 球来了 飘飘悠悠 忽上忽下 果然是指关键慢球 但尔导还是没能击到 这球的诡计实在诡异 就算知道球种也打不动 比赛就这样来到第九局 不禄队攻击 再坚持一局 就是延长赛了 球数很快得到良好零坏 出口向投手发暗号 要他用内脚直球 三阵就打者 然而打者 像是能看穿他的心思一样 将球击了出去 球弹地后滚头看台 打者安全上二来 不禄队获得了 结束比赛的绝佳机会 出口边倒欠边鼓励投手 对方是下位打线 不用太担心 之后LY投手投出四坏球 保送下一位打者上来 因为出口认为 这样双插对手会更轻松 他推测下一个打者 第一球一定会目送 便让投手投出好球 赚取好球数 没想到不禄队打者 竟将球接了出去 飞得又高又远 二来跑者在球飞出的瞬间 便极为默契地跑了出去 一局跑回本来得分 比赛结束 不禄队竟靠三名下位打线的活跃 戏剧性地赢得了首场比赛 黄毛的投球 只有千叶队的高剑数层击到过 至于原因 那是因为去年黄毛 没对高剑投出过止关节球 莫非这种球 果真无人能击到吗 杜九弟却告诉大家 这种做假的止关节球 谁都能投 他将大家带走练习场 果然轻易便投出了 一毛一样的摇晃球 但实际上杜九弟 并不会投这种球 止关节球接近不旋转的球 球表面缝口突出的地方 会和空气产生抵抗 球表面的不平均 会影响球的轨道 这种球飞到打者前 最多只会旋转180度 但杜九弟看出 黄毛投出的球 却是旋转的 而且至少转了5到6圈 这就是他没对高剑 投出这种球的原因 黄毛知道 高剑拥有超凡的动态势力 若想高剑投就露馅了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那并不是止关节球 之所以能摇晃 是因为黄毛做了假 比如往球上钉钉的 令球的重心偏向一边 这种重心偏离的球 自然会摇晃 但这么明显的方式 他们不会用 他们最可能用的方式是 用像注射器一样的东西 把水注入球的一边 令重心偏移 这样就不会露馅了 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球内的水分会变得平均 不会留些任何证据 补路队定是 事先准备好重心偏离的球 并在比赛中替换了 给这种连球的边 都擦不到的魔球 LY队也不会有机会接触到 绝对不会穿帮 推缺得了 队员们听后怒不可遏 一跑去与他们算账 被杜九弟拦了 没证据的话 有什么用 这种行为 只要不被发现 就不能称之为作弊或犯规 而且尔岛在赛前就提醒过你们 他们会作弊 而你们有谁怀疑过黄毛投出的球吗 他没对高线投出过一次纸关节球 面对你们却毫不犹豫 不停的投出纸关节球 你们全被他们给小看了 队员们听后纷纷低下了头 但有杜九弟在就还有希望 想在太岁头上动土 门都没有 财老头的老财迷 输掉比赛后不断不以为止 反而哈哈大笑 本场比赛并未增加排率 他认为杜九弟 毕竟会在今年的比赛中 过度消耗体力 下一场他在赌大的 有了杜九弟的鼓励 LY队一扫阴霾 全队剩下斗志昂扬 第一局是 LY队踢出一记安打上来 随后第二棒的富刚 虽踢出一记漂亮的触击球 对方投手却反映神速 迅速接到球传向二来 出局 之后的金井也被出局 轮到尔岛上场 香肠左下令 趁对方松懈之势到来 于是 一磊的富刚跑起来了 对方的头博 却早已看穿意图 毫不犹豫地将球传向二来 出局 这帮人会读心术吗 比赛就这样进行到二局上半 先头打者尔岛 击出一记安打成功上来 下一棒的金井 决定又触击球上来 不如队再次看穿意图 闪电般接球 传至一来 出局连续攻击失败 给LY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之后 不禄队的大罗又击出一记超远拳来打 率先得分 之后又接连击球得分 打先势不可挡 这局一口气连得五分 且一来有人 香肠左肩多已经实话 看来年薪减半 指定没跑了 杜九弟健壮主动请用 要求上场 他声称只有自己 才能阻止现在的比赛走势 因为他只会投直球 是唯一一个不需要交换暗号的投手 并小声告诉出口 咱们从休息区 到投补之间的暗号 全被对方盗取了 敌人对咱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实在太不自然了 而上一场中救援投手黄毛 早早上场更加不正常 那是因为他们确信 这样做能立即分出胜负 当时几方投手长谷川 只会投快速直球和慢速曲线球 上场不落队 击出安打的三人 击出的却全是直球 他们放弃避开了所有 丢钻球中的曲线球 这说明出口给投手下达的暗号 透过某种方法 暴露给了所有打者 大罗能击出那么多本类打 也是这个原因 杜九弟决定 先查出敌人是如何盗取暗号 用何种方式传达给队员的 计划是这样的 等到几方进攻 对方所有防守球员 都能收到暗号时 再在休息区中 仔细查找敌人盗取暗号的方法 但为了不让对方察觉 此事只有杜九弟 出口与尔导指导 由他们三人 悄悄找出对方的发行员 随后杜九弟将对方打者 全部三阵出局 轮到LY队攻击时 他们三人密切观察 对方的一举一动 尤其是不入队队员们的视线 却一无所获 比赛就这样进行到六局胜败 出口终于意识到 对方或许认为 五分分差已足够安全 便停止了盗取暗号 若这样的话 自然无法找出发行员 杜九弟就告诉出口 若他们不发出暗号 逼他们发出就行了 七局上半 LY队迎来一三雷 有跑者的大好机会 下一棒打者 是主炮尔导 不如队有所忌惮 换上了尔导最不擅长对付的 左手侧头的投手吉国 去年两人曾对战23次 尔导在他面前 只击出了一击安打 此时杜九弟 去要香肠监督发暗号 要尔导打抢分战术 他想用这种反常的战术 逼迫对方再次发出暗号 球来了 果然尔导采用了触击式击打 但球出界了 不如队队员很意外 这时杜九弟又叫香肠监督 取消抢分战术 小香只好再次向尔导发出暗号 时间紧迫 必须在尔导基础着 仅有的时间里查出发信源 那么发信源到底在哪呢 球数来到一好三坏 杜九弟再次要小香肠 发出抢分战术暗号 这恐怕是找出发信源的 最后一次机会了 就这样不如队投手投出了第五球 尔导却压根没用触击球抢分 他结结实实的打了出去 一直飞到看台 本雷达看起来 就像是瞄准了对方投出的 偏低直球的机球 尔导一举夺回三分 只差两分了 面对出口的疑问 杜九弟直言 找出发信源只是短时间措施 想引出一停止的信号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缩短分叉 之前尔导的触击姿势 其实是为了换来刚才那几 本雷达的陷阱 杜九弟最翁之翼不再久 当对方得知尔导用触击抢分时 不路队投手会避免投出用触击 很容易击动的外取球 以一好三坏的他 只能投触击脚很难击到 瞄击好球带的偏低直球了 以提前知道球路和球种 击出本雷达自然不是什么难事 既然如此 就没必要阻止他们盗取暗号了 他们如此依赖暗号 才会吃了尔导的本雷达 但被追逼的他们 会比以前更加依赖暗号 利用敌人暗号 将其救济取得三分 本雷达的赌徒杜九弟 终于要开始反击了 于不路队的第二场比赛 杜九弟用奇策动摇对方 将分差缩短这两分 虽然尚未找到信号源 但尔导猜测 对方定在球场内装了作弊的机关 比如在球场中 安装摄像机套取暗号 或使用吉祥物 通过大屏幕向打者 发出球种的暗号 但这些都被杜九弟否了 他并未看到对方球员 有从屏幕接收暗号的举动 而且能接收从外野 发出信号的 从位置上来说只有打者 但不路队不止在攻击时 防守时也有盗取暗号 并通过接收到的 打者打击方式 提前进行内野移动来作弊 一般来说 能向打者与防守镇 同时发送信号的 只有休息区 但并未发现 他们的防守队员 有同时注视休息区的情况 那有没有可能 是捕手接收到外野 发来的信号 再将其传递给 其他防守队员呢 这一可能性 也被出口给否了 想向其他队员 传递信号的话 需要通过动作发出暗号 但出口方才 并未看到对方 不守有任何动作 既然这样 只能试试 继续动摇对方了 于是杜九弟要相长转 向几方的第五强棒 新井发出 上类触击球的暗号 新井只好摆出了触击姿势 但这球他目送了 果然对方防现在 投手投球的同时 迅速移动 暗号确实被盗了 第二球 居然还是上类触击球 新井感觉香肠监督疯了 这次新井出击成功 但不禄防守球员 通过提前移动 迅速剪刀球 传至依赖 出局 小香肠已经要崩溃了 但这次的出局数 没有浪费 杜九弟已识破了 他们是如何作弊的 不禄队发出的信号 并不适用眼睛看 而是通过声音来传播的 声音能向树人 同时发出信号 受信者也不需要去张网 避免自己暴露 那么杜九弟是如何 在无数杂音中 找到信号源的呢 人当听到意想不到的情报时 会下意识望下发信地点 所以杜九弟掏用触击球 这种反常的战术 动摇对方 但不禄队的老球员们 都很熟悉这种作弊方式 虽内心动摇 却能做到不禄声色 只有本赛的新加入的 游击手左堂 无法压制住习惯 朝信号源忘了三次 被杜九弟得个正着 暗中信号 就是从观众席 第一层的观众中发出的 他们用的是保证 全员都能接受到信号的方法 这个信号 一直都以中性的形式 持续发出的 当有需要时 信号就会产生变化 这样做 就能保证信号 传达给所有野手 大家仔细听 太苦 没错 正是鼓点 为验证这一点 下一位打者上场后 香城左受杜九弟之命 再次发出了 圣磊触击指示 果然此时鼓点的 节拍变快了 第一球目送 节拍恢复了正常 和杜九弟所说一样 下一球 香城左又发出了 触击暗号 鼓点再次变了 看来三连击 就是警戒触击球的信号 LY队打者 毫无悬念的被出局 但没关系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杜九弟又开始 好好玩弄对手了 他登上投手球 连续三阵对方 三名球员后 攻守呼唤 下一打形式出口 杜九弟告诉他 之后 我会再次让香城左发出触击球暗号 他们盗取暗号后 定会进行防守一位 你将其救济把球接出去 咱们就赢了 但已吃了三次亏的监督 这次不管说啥 也不听杜九弟的指示了 也使出口与儿童一起游说也不顶用 于眼镜不挡通过话后 杜九弟了解了小香肠现在的触角 若输球 他的年薪六千万 就会被扣掉一半 于是杜九弟要出口 谎称手指受伤需要治疗 以此来拖延时间 趁机找监督密谈 剑仍然说不通 便大手一会 扔给他五千万日元 这次和下次比赛中 若听命于杜九弟作战取得胜利 只需还回四千万计口 若输掉一场 这些钱就都归他了 小香肠欲据还原的样子蒙呆了 他心里一盘算 若输了的话扣一半还能赚两千万 若赢了也能赚一千万 无论输赢都是赚 便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小香肠开心地回来了 八局上半 心头打息补手出口 小香肠发出了上磊出击球的暗号 他曾是采老板的忠实走狗 但在这两场比赛中 却成了杜九弟的狗子 不禄队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于不禄的第二场比赛 杜九弟暗中查出 信号是从观众席鼓手那里发出的 于是他将机就机 制定出了出击球策略 并向五千万收买了不听话的香肠组监督 让他听命于自己 便在比分五比三 不禄领先 八局上半 而外打者出口 收睹了上磊出击球的暗号 而且一连几次盗取暗号 多次得到甜头的不禄队 此时已深信不疑 内野防守队员果然迅速一位 但第一球出口目送未及打 于是第二球出口又做出了触击姿势 球投出后他马上改变姿势 将球接了出去 球穿过上前防守的内野球员 出口凭借此球成功上磊 此时出口犹豫了 现在只有他 杜九弟与二岛三人知道此事 若将真心告诉其他队友 这帮傻蛋的表情一定会令对方察觉 他们便不会再用暗中信号了 该如何继续将计就计呢 暂停后杜九弟就告诉他 不用想得太复杂 遵从监督的暗号去做就行了 可这样的话还怎么将计就计 出口犯了仇 这次的指令还是上磊出击 经过一番思索 出口就定到来 球数一好一坏的投手投出了第二球 出口开始跑了 打者做出上磊出击姿势后 不论那野球员一起冲了上去 但这次还是假出真打 球穿过前进防守的那野 一击安打 出口巧妙的攻陷了三磊 无人出局 一三磊有人 杜九弟将小香肠锁下的下一球指示 居然是盗本来 出口慌了 这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况且补助队已通过信号知道了自己的意图 这还怎么到啊 经过一番思索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需要勉强接受这个指令 盗来是跑者的单独任务 就算不按暗号知消 也不会给打者队友添麻烦 既然如此 那就仰装盗本来好了 八局上半 无人出局 一三磊有人 投手投球前 三磊的出口突然跑起来 却到本来了 但他马上又反了回去 捕手联盟将球传至三磊 但慢了一步 出口安全回来 此时一磊跑者金腾 利用出口当诱饵 趁虚而入登上了二磊 让二磊手将球揭露 出口趁机跑回本来得分 金腾也顺势抵达三磊 只差一分了 杜九弟称赞出口干得漂亮 但出口不明白 为啥小香肠明明做出的暗号 是上磊出击 队友却毫不犹豫地击球呢 原来杜九弟并没有 把暗号背道的事 告诉其他人 杜九弟把监督和选手的暗号 两者错开了 LY的暗号有三种模式 到今天为止 用的是模式一 但杜九弟却在这局开始 偷偷传出纸条 以监督的名义 让大家按模式二执行 但此事监督并不知情 这就出现了 小香肠发出上磊出击球的暗号 但这个动作 在模式二中却是击球的暗号 如此一来 队友便能轻松骗过对方 却表现得很自然 对方也不会产生怀疑 至于为啥没有提前告诉出口 那是因为杜九弟知道 出口是个有责任感 能正常思考的职业选手 不会傻到真具道本来 也不会完全无视暗号 但杜九弟这么做 其实是有他的考虑的 利用错开的暗号 将其救济的战术 最多只能用两到三次 补入队一定知道 LY有三种暗号模式 他们发现监督发出的暗号 与选手实现的暗号不同 马上就会察觉到 只是将模式一与模式二对调了 但出口的举动 很好地迷惑了对方 出口到来 配合打者的打击 是打带跑的战术 这既非模式一 也非模式二 敌人已经懵逼了 随后LY队再次采用 暗号错位战术 击出一键安打 球穿过上前防守球员的头顶 追至同分 不如队已彻底迷茫 被杜九弟设下的陷阱 搞得不知所措 之后LY打现势不可挡 此局进章四分 领先对手两分 而杜九弟的头球 依然表现得无懈可击 对手无功而返 之后他又在最终局中 对大啰嗦 我不需要交换暗号 你能打到我的球吗 而后轻松将其三阵 拿下了第二场比赛 这次采老板居然没有生气 杜九弟此场取得了 24个出局数 暂定年薪已超过43亿日元 采老头却从容不迫地 离开了办公室 此举必有阴谋 眼镜书翻查one note契约后 发现了财老头的毕生策略 他只要这样做 不能令杜九弟 到现在为止的年薪化为乌有 而天堂监督 也通过杜九弟 与大罗的对话 知道杜九弟 已发现了自己的小秘密 但下场比赛 他还会有更阴毒的招数 于不如第二场比赛 杜九弟利用敌人战术 将其救济取得胜利 第三在赛前杜九弟起义 为避免暗号被盗 可以改变一下打暗号的方式 以打息选手的背号 来决定暗号模式 将打息的背号除以3 如果除开的余数是1的话 就用模式1 余数是2的话 就用模式2 除进的话 就用模式3 比如背号是6号的打息选手 暗号和投手的暗号 就都是模式3 这办法不错 但对中有人数学不好 若是82号的话 杜九弟告诉他 用8加2 再除以3的余数1就可以了 两位数 甚至是三位数的数值 都可以这么算 再比如112的余数 就是1加1加2 再除以3即可 余数仍然是1 队友们豁然开朗 教数学的体育老师 终于不用挨骂了 无论攻守都用这个规则 本队攻击时 对象就是队友的背号 守备时就用敌方打息的背号 这样一来 敌人就参不透本队的暗号了 杜九弟还说 这个办法 是香肠组尔监督想出来的 大家纷纷投来 崇拜的目光 于普路的第三战开始了 杜九弟有意在第三回合后 再起有新的系统 这是因为在棒球比赛中 打者的第二轮 即第三到四回合之间 得分的机会比较多 因为第二轮时 打者的眼睛 已习光了投手的球路 即使说前三回合 采用一关的暗号系统 敌人便会以为 之后的比赛都会如此 然而之后的比赛 并没有按照预想的那样发展 前局中 LY进攻极不顺利 四局下半 轮到普路队进攻时 出口严格按照杜九弟 所设计的暗号系统执行 却连连被对方打者击穿打 球路完全被看穿 一瞬间已经满垒了 且无人出局 此时轮到大罗的打起 出口打出暗号 要投手投出 他所不擅长的变化球 取球 一连两次大罗都目送未及打 还露出了言语的微笑 莫非 第三球依然是取球 这次大罗挥棒了 好在只踏到球棒 出界 出口却从中感受到 一丝不协调的气息 当才的击球 在实际上超乎寻常的配合 若球再向上高一点点 说不定会被打个正着 不擅长变化球的大罗 能击到这种角 要么是碰巧 要么就是暗号被盗 可暗号明明是刚才才换的 不可能被盗 那只能是碰巧了 思索再三 下一球出口 要投手投他今天 一直没用过的只差球 这种敌人绝不会猜到的球种 暗号发出后 球来了 此球球路极佳 最后下坠 坏球 大罗竟然没有上当 目送未及打 那种不协调感又来了 出口被迫喊暂停 将暗号再次被盗之时 告诉儿岛与杜九弟 但出口猜测 对方应该还没识破 杜九弟新制定的暗号系统 只是布鲁队已知道 本队将暗号改完了模式三 至于原因 应该是布鲁队 从第一棒到第四棒的打席 背后打到碰巧 是三的倍数的选手 既然如此 那就将暗号重新设回模式一吧 在杜九弟的授意下 小香肠下达了 刚改暗号模式的命令 比赛继续 无出局 且蛮来 打者大罗 两口两坏 出口竟投手发出了直球的暗号 哈 这可是大罗最擅长的球路 没关系 他们不知道 本队已把暗号重设回模式一了 这个暗号 在模式三中是取球的意思 大罗肯定不会挥棒 但出口想错了 大罗居然击了出去 此球一直飞到中场围墙边 令三磊 与二磊跑者轻松跑回本磊 得分 两分到手 哎 暗号模式明明刚刚才改过呀 杜九弟只好再次命小香肠 将暗号改为模式二 但依旧没啥乱用 不如打者再次击了出去 又得一分 这就恶心了 再改一次暗号试试吧 还是没用 不如队再取一分 到底出了啥段况 看来之前的暗号模式已经不安全了 于是杜九弟决定再次升级暗号系统 现在开始 每一球都改变一次暗号模式 比如一好球就是模式一 两好球就是模式二 五好球即为模式三 虽不确定这招是否管用 就死马当活马一吧 LY换上了第二位投手西网 现在五好球 使用模式三 投手投出了一地直球 一好球 用模式一 取球 坏球 继续模式一 直球 好球 对手始终未动 管用了吗 可是LY投手在出口的示意下 投出了第四球取球 却被结结实实的接了出去 此球令捕路队得到了第六分 他们竟然在这局连续七次击出安打 风采那球 打者完全配合着取球的世界挥棒 绝对是提前知道的球种 被删每隔一球改一次暗号模式 暗号还会被盗 杜九弟缓缓道出的真相 看来我们的作战完全被偷听了 暗号系统没有问题 恐怕这个球场的所有地方都受有窃听器 甚至连这个休息区也被窃听了 这还怎么玩啊 杜九弟会如何应对呢 于捕路的第三场比赛 杜九弟断定 本队已被捕路队在他们主场内设置的窃听器偷听了 这种东西若被发现可不是闹着玩的 因此杜九弟推测 这个窃听器的位置一定很隐秘 被找出的可能性极低 且窃听器一定设置在负责传达作战指令的监督附近 这个窃听器有没有可能装在监督的衣服上 杜九弟否定了额岛的猜测 就算他们想办法装上了 但最后还要回收 风险太高 但杜九弟已推测出安放窃听器的地点 毕竟在这里 一般每一队监督都会站在这个敌人很难看见的位置发号失令 于是杜九弟将球员集合到休息区中央 将更改模式的指令 用纸条传达给香肠组监督 但此次监督已更换了发现位置 并更改了暗号模式 却依旧不管用 对方还得轻松击出安打得分 一向冷静自信的杜九弟此时也没了头绪 只能要监督再换个位置 聚集队员 更改暗号模式 此时他突然发现了什么 杜九弟终于知道监督走的哪里都会被窃清的原因 即窃清器安装的地方了 他居然走出休息区 一脚踹翻地上的练习用球 比赛被迫中断 球筒手忙脚乱的跑去收拾 杜九弟借机再次聚集大家 升级暗号系统 这次要使用好坏球的球数合计 比如一好一坏的球数下 合计为两球数 就用模式2 合计是4或5的情况下就除以3 余数是解就用模式几 若球数合计为0就用模式3 此时练习用球回收完毕 比赛继续 现在无球数 用模式3 出口发出暗号后 投手将就投出 补路打者击空了 之后两次挥棒也相继击空 连续三名打者被三阵出局 补路对这局的漫长攻击终于结束了 可刚才监督的位置明明没变动 为啥这次升级暗号系统 没被对方识破呢 这并不是因为休息区内 装了多个窃听器 相反窃听器只有一个 而且他能跟着小香肠一起移动 莫非球队中有间谍 带着窃听器 跟着监督一起移动吗 不 而倒想多了 而是因为监督长租的位置 离球筒只隔数米 方才杜九弟注意到监督改变位置 发出指令时 球筒主动凑过来 假装工作 他们的衣服里肯定装了小型脉 才会对香肠监督的指令了如指挡 这样的话 窃听器也不会有被发现的风险 刚才杜九弟踢倒练习用球 乃是调虎离山之地 只是想搬回刚才失去的气氛 就得靠他们了 杜九弟叫来出口 将一切和盘拖出 并布置了新战术 小香肠在休息区内下达指令 瞄准不如投手投来的直球打 放弃所有变化球 此番话被不如对休息区的成秋高智教练 听得一清二楚 他是八个队成秋监督的弟弟 也是这个轨迹赛场的创建人 他让投手本决指头曲线球 计划进行的很顺利 而外打者晋童前两球均目送费地打 此时投手投出了第三个曲球 晋童就挥棒接了出去 球飞得又高又远 他凭借此球一举前进至三垒 此时成秋教练却在耳机中 听到香肠监督阵的休息区内发着脾气 这晋童真不听话 经擅自对曲球出手 于是成球要投手下来球投直球 起了而外打者却用了触击抢分战术 三垒晋童跑回本来 追回一分 这是咋回事 云内杜九级再次巧诗妙计 被窃听的监督和选手的意识偏离了 他刚刚以监督的名义传出一张纸条 由队员们将休息区的暗号 用自己的数字来做加减 所谓加减是投不手改变暗号的一种手法 比如共有三种暗号模式 捕手一旦发出减二的暗号 三的暗号便会变为一 方才的打息 杜九级通过手势 将目送不回半的暗号改为了抢分战术 如此一来 打者以为是香肠监督的指示 香肠监督则以为是打者自作主张 杜九地的作战很成功 此局凭借他的加减暗号连连得分 而成秋教练 还在被耳机中香肠监督的声音所迷惑 小香肠越气恼 他便越确认自己的窃听计划没有暴露 也更加依赖他的窃听情报 殊不知已将自己逼近了迷宫 此局RY1举折回四分 双方只差三分了 此时不如对打者击出一级三类打 主炮大罗再次登场 关键时刻小香肠换上了杜九地 面对无人出局 三来有人的剧面 杜九地临危不乱 坦言 此前连续投球的自己也很疲励 一个多余的球也不想投 会用三球了结大罗 果然大罗前两球均接出界 而第三球连边都没擦上 三阵出局 杜九地确实没吹牛 之后又将捕路队的另两名打者三阵 化解了这次危机 此时电视机前的采老板却笑着说 杜九地已跌入了自己的圈套 正是向捕路队轨迹球场宣战的杜九地 尚未意识到 前方有更加卑劣的陷阱在等着他 于捕路的第三场比赛 捕路队的核心大脑成秋教练 在休息区内设下窃听系统 使LY队陷入苦战 杜九地发现 他们将窃听器装在球同身上后 开始转手围攻 利用这点愚弄成秋老儿 将比分追至只差三分 八局上半 LY队攻击 此时依然有跑者 打者进堂 成秋从耳机中听到香茬监督 让他用上磊出击球攻击的指令后 将信息发给了捕手 投手投出了第一球 进堂却没用出击 居然是打带跑 安全上磊 一二来有人 成秋老儿完全中计了 这老家伙 从小便和哥哥以职业棒球悬手为目标 并组成了投补搭档 但他一直处在被世人誉为天才投手的 哥哥的阴影下 没留下什么实际 便从一线隐退 此后带人捕路二队教练的他 和哥哥之间差距越拉越大 这时他抓住机会 在捕路队老板三泽的提下 从旁辅佐 搭建了这座 各角落都装有对捕路压倒 向有力设施的轨迹球场 他费尽心血并不是为了名利 成秋一心只想从 对哥哥的自卑感中解脱出来 他凭借在球场中 各处设置的尖端窃精气 将信息通过专业间谍传达给选手 就这样 捕路队从常年三流球队中脱颖而出 连续两年排名第二 大哥所在的八个队却一直状态低迷 排活的第四位 急紧要追上王者千叶队了 龙秋其肯接受 是位常年排名垫底的LY队 此时LY队再得一分 只差两分了 他想不通 为何LY球员事事都要违反监督指示 此时不知情的LY球员 向监督询问杜九弟指条 加检手势之事 被成老头听了个正着 出口再想阻止也来不及 战术已然暴露了 杜九弟却淡定自若的告诉尔导 没事已经足够了 此后双方均无得分 以7比5的比分迎来最终局 这时不落队刚换投手 作弊的指关节投手黄高上场了 队友们犯了仇 那种连捕手都接不到的指关节球 即使知道是作弊也打不了啊 杜九弟出了个主意 放弃指关节球不就得了 反正他除了指关节球外 一无是处 但内户还有能刚好进入好球代的深卡球啊 还是对付不了 在杜九弟的收益下 LY派出尔导出场带打 黄毛的球来了 他一连投了三个摇晃的指关节球 尔导完全没动 球数来到一好两坏 此时对方投不手 也意识到尔导瞄准的是直球 叶托也被完全看穿 不过手便让黄毛先用深卡球来赚取好球数 投出外角低球 这样尔导即使挥棒也只会出界 此时缓慢的第四球 深卡球来了 尔导却毫不犹豫的接了出去 球直飞场外 笨雷打再搬一分 只差一分了 云类尔导一开始就只瞄准了这一发深卡球 但他是如何判断球种的呢 黄毛的深卡球 在中途轨迹和指关节球 可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杜九弟告诉大家 想区分很简单 因为他的指关节球 必须应用做了手脚的球 捕手则寸 定人在手套中藏了偏离重心的球 他的指示黄毛和指关节球是 在偷偷和普通球形调换 交给黄毛 如此一来只要观察捕手 听球传回去时的情形 就能知道此球是不是只关节球了 因为这种重心偏离的球 不管谁投都会摇晃 为防止球晃动 必须将连接球的重心和中心线成为旋转轴 比直的投才行 因而投球在投球时 定要重新握球 当时的握球手法会很不自然 这样的话谁都能识破 此时的打鞋是杜九弟 不慎打击的他自信满满的上场了 面对黄毛的嘲讽 杜九弟挑衅般回应 要攻略像你这种程度的投手 根本无需派代打 黄毛气坏了 憋着一口气 投出两击快速直球 两好球 杜九弟毫无反应 第三球投出是深卡球 杜九弟出手将其击出界外 之后又连续两次将球击出界外 耳朵看出杜九弟似乎有意将球击出界外 引黄毛投出只关节球 果然此时捕手取出作弊球 改变了球的握法 欲终结杜九弟 球出手了 此球是往好球带的轨道 若不回吧 必定会被三战 杜九弟果然出手了 对位激动 但他撂棒就跑 原来他已撂到黄毛投出的 作弊指关节球 补手会脱手 可这样还是来不及 会出局 起料补手实际球后 并未传向一来 胜蕾成功 大家不明白 明明时间来得及 补手却为何不传球 那是因为杜九弟早已算好 补手就传球的话 就要对作弊球改变握法 不但时间来不及 又算能传出去 其他雷手也不好处理此球 此时补手决定 让黄毛先投指关节球 决胜球再用直球 将作弊球递给了黄毛 这一切都被杜九弟尽收眼底 下一打者胜场 此时杜九弟却在黄毛投球前面 跑了起来 到来 所有人都认为 这绝对是在送死 黄毛却钻着球 并未将其传向二来 杜九弟轻松上来 没错 因为黄毛手中拿的 是会摇晃的作弊球 他不敢投向 出本磊外的其他地方 这就是他指关节球 最大的弱点 杜九弟继续嘲讽黄毛 暗示他笨拙的 无法驾驭自己的指关节球 才会作俭自服 此时黄毛以气的发抖 主徒杜九弟将计就计 以渐渐将骗子们逼入绝境 于不禄的第三场比赛 杜九弟针对黄毛 作弊指关节球的弱点 做出大胆扫磊 将敌人逼入绝境 不禄对捕手 通过方才杜九弟的举动 意识到作弊战术 已被发现 心急如焚的响着对头 若现在暂停 到投手球那里换球 观众和摄像机 毕竟会将视线聚焦到 他与黄毛身上 太危险了 那就只能先让黄毛 将手上的作弊球投过来了 九局上半 无出局 二垒有人 此时杜九弟再次挑衅般 大大理来 据他所在的二垒 足有十米多远 捕手急了 要黄毛赶紧将球投过来 他慌忙投出第一球 杜九弟也开始跑了 球弹在捕手身上 捕手拾起作弊球 但杜九弟也登上了三垒 捕路队捕手赶紧将球 悄悄掉回张普通球 支回给黄毛 此时杜九弟喊了暂停 对小香肠布置的战术 香肠监督看上去很不情愿 但收了钱的他没得选择 就这样 黄毛由正常球投出了第二球 是触击抢分战术 球的落点极佳 杜九弟却慢悠悠的跑着 给打者急坏了 此时捕手已接到球 理论上来说杜九弟已经出局了 但他没返回三垒 静止扑到了捕手身边 裁判的判定是出局 杜九弟却不紧不慢的 踩上门垒垒垫 指向身后 是上来 原来捕手竟然脱手 将球掉下来了 LY追至同分 面对出口的责备 杜九弟告诉他 自己是有百分之百资信 球会掉出来 才会这么做的 原来他一早就推断出 不如捕手的藏球之处 并不是手套 那样太危险 先前杜九弟连续使用 倒垒垒的动摇 捕手意识到 若继续使用作弊球 定会城池不保 结果在换球时 被杜九弟看个正着 他将球藏在了 左膝的护具中 杜九弟看似无谋 却百分之百能成功的 抢分战术 是因为他的目的 本就不是上来 捕手并没有掉球 而是杜九弟 扑到捕手身边时 按机挖住了 他藏在左膝中的作弊球 不如头部手 二人真切地感受到了 杜九弟的可怕 脸色异常难看 黄毛也被拔掉刘牙 不足为惧 此后由于不敢再用作弊球 LY打线势不可挡 便被换了下去 电视机前的采老板 依然满不在乎的笑着 眼镜部长意识到 杜九弟危险了 此后顶替黄毛上角的 投手石桥 也被LY打线压准 再试一分 眼镜部长 于偷偷致电杜九弟 向他报信 却被采老板得个正着 原来老板与杜九弟 所签计的契约中写明 不管身体发生什么状况 都要遵从监督指示 若违反就要支付五亿违约金 若连续十场无法上场 就是五十亿赔偿 而监督恰好是财老头的走狗 这令眼镜部长想起 之前补路将bug对约翰飞掉的那一幕 若同样的事发生在杜九弟身上 财老头听后笑了 八九不离十 但具体会怎么做 可能还会有些出入 此时轮到儿童的大席 忌惮他的打击力 补路投手将其保送上依赖 此时杜九弟作为打者再次登场 九局下半 两人出局且满来 比分十比七 投手男之投出了第一球 这一球居然直奔杜九弟胸口而来 还好闪得快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电视机间的太老板 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对方不守假惺惺的道歉 不好意思啊 男之缺乏控球力 但实际上 男之只是装成缺乏控球力 这一货 以前的另一个三流球队时 确实控球力很差 甚至在一个赛季中 投出过45个出身球 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但此后他转活到不禄队 在成秋教练的指导下 也掌握了可以和杜九弟 批免的卓越控球力 以让以往给人的印象为武器 常常会算好时机 故意投出出身球 这家伙太恶心了 第二球来了 又是投向脚边的出身球 好在杜九弟反应及时 再躲过一劫 第三球来了 虽然是好球 杜九弟却将自己的球棒甩了出去 险些砸到男之 小杜缓缓走来 不好意思 手滑了 随后悠然捡回球棒 回到大西 男之站起兢兢的投出第四球 杜九弟却再次甩出球棒 太危险了 抱歉 手又滑了 大家都知道杜九弟是故意为之 捕手也活了 别这样 连续看了两次那么可怕的投球 害怕得连握棒的力气都没了 若下次再投那种球 估计我又会吓得手软吧 此番话 听得男之胆战心揪 面对捕手下大道 投向杜九弟面门的暗号 他的第五球 却没敢再投出出身球 打者出局 真是太刺激了 九局下半 轮得落后三分的不禄队攻击 一脸守备杜九弟 不禄队派出脚成极快的带打林 第一球他激到了 但打击力不足 是个地滚球 而外紧紧将就传向依赖 出局 林却没有停下 竟然折冲杜九弟 他俩撞得人仰马犯 生生倒地不起 台老头再次露出可怖的笑容 比赛被迫中断 倒地不起的杜九弟 伤势如何 他还能站起来吗 继续来介绍高分神剧 超制游戏的最后一集 于不禄的第三场比赛 九局下半 L外反超后 不禄投手 竟然借投球进行人身攻击 于是杜九弟将球棒甩向对方反击 但在那之后 不禄采取了更加卑劣的手段 杜九弟手衣来时 竟被跑者林硬生生撞飞 眼镜不长看不下去了 大喊卑鄙 所幸杜九弟并无大碍 那个林痛苦的表情 明显也是装出来的 企图以此来逃避得罚 杜九弟沉着脸 要小香肠将自己换上投手球 雷手太危险了 林逼真的演技 引得观众们纷纷投来关切的目光 他当然一点事都没有 他刚刚就脚踢过去时 杜九弟精明的躲开了 杜哥对他早有防备 此时不禄教练再次假猩猩的过来表示关心 走前还拍拍杜九弟的小屁屁 是这样杜九弟再次登上投手球 九局下半 一人出局无跑者 眼镜不长清晓 小杜总算安全了 老板却说 投手球才是最危险的地方 刚才林虽然瞄准了杜九弟的脚 但他并非想令杜哥受伤 他是为了将杜九弟引游的投手球才这么做的 原来三连战前 采老板与成秋谈了一桩生意 运出五千万作为报酬 要他毁掉杜九弟 令他之后无法再上场比赛 成秋还会用出什么印章呢 比赛重新开始 杜九弟投出了第一球 好球 出口于将球置回 打者穿端 却以球摇晃为由要求看球 最后一脸震惊的喊着球被做了手脚 上边有位杀指或什么东西打磨过的痕迹 犯规是磨砂球 原来成秋老二为了不让杜九弟揭发自己作弊 设局让杜哥成为作弊的现行犯 被定为作弊现行犯的人 无论怎么指定对方作弊 只要没证据 就谁都不会相信 这样一来 在审查期间杜九弟就不能出场比赛了 球上的打磨痕迹自然是打者穿端干的 至于陷害杜九弟的证据也有 方才不如教练 挨杜九弟屁屁时悄悄放入了一张纱纸 此时穿端拿着有磨砂痕迹的球 要求裁判上前搜身 裁老头与成秋老二 相继露出了无耻的笑容 场内嘘声一片 补入休息区内 不断传来调查杜九弟的喊声 给裁判施压 杜九弟却爽快的同意了 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检查所有碰过内球的人 这确实是个很正当的要求 让投手秋后 是主裁判把一个新球交给出口 之后接触球的人才是出口和杜九弟 最后是发现此球有问题的穿端 这四人都有动手脚的可能 穿端也一脸坏笑着接受了 此时眼睛部长 通过现场录像看到了经过 来刚刚穿端的检查球时 兼用提前准备好的纱纸 划出擦痕 之后则将用过的纱纸偷偷丢掉 由另一个队友秘密捡走回收 整件事做得天衣无缝 意思说此时身上带着纱纸的 只有杜九弟一人 于是裁判开始搜查他来的身体了 轮到检查裤刀时 穿端自己似乎摸到了什么硬硬的东西 莫非是纱纸 明明刚刚已经丢掉了呀 他连忙改口说刚才那个 不算是磨砂球 估摸是谈地时蹭上去的 杜九弟就执意要求继续搜身 感情穿端中计了 方才补路队教练 将砂纸放入杜九弟身上后 杜哥又跑过去出口而语 借机将砂纸给了出口 随后出口又拿砂纸 放入了穿端的裤裤 我们的杜哥早已看穿了补路的阴谋 面对穿端的苦苦哀求与道歉 杜九弟要求他下跪 否则不会放弃继续搜身的要求 考虑到后果严重 穿端只好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了 但是杜九弟大度地原谅了他 若无其事地返回投手球 此时成秋老儿已彻底无计可施 所有观用诡计 都被杜九弟击溃的不禄队 已再没追回三分之差的余地了 杜九弟凭借他稳定的投球 以十比七终结了这场比赛 LY连续两场反败为胜 摆脱了排名垫底的窘境 名次上升到第五位 忍劲不整在电视机前庆祝胜利 却吃了暴怒的boss 一滴势达力尘的烟灰缸 经过这场比赛 杜九弟的暂境年薪为 43亿6千万日元 队员们感受着胜利带来的喜悦 儿岛入团21年 第一次看到像这样自信满满 生机勃勃的队友们 面对儿岛感激的话语 杜九弟却对他说 咱俩的事还没了结呢 混军之路还很遥远 别高兴的太早了 但有了杜九弟的加入 队员们已一扫此前的阴霾 能信心百倍的应对任何场面了 真正的比赛现在才开始 而球队的boss财老头 依然没有放弃 是要把此前输掉的 40多亿全部抵消 LY的破毒之势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杜九弟的投球还在继续 为了和儿岛做个了结 也为了LY的总冠军 最后一期终于做完了 我先要和大家道个歉 本来在第一集说好 因为不懂棒球的朋友科普的 后来因时间 经历 泛兰等原因 最后只做到了 在一些棒球术语上加注解字幕 今后一定努力做到更好 喜欢这部动画的朋友 还可以去找漫画来看 因为动画并没有拍完 漫画的剧情才是最完整的 现在已经完结了 据说后边的内容更加精彩 之前的赌博也收到很多粉丝的建议 要我继续做后边的漫画 与哥在此解释一下 不做漫画视频的原因 首先漫画的画面不是连续的 这样会导致很多平台不给推荐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漫画的画面比例是数平 这会导致我没法加字幕 若加了字幕 会盖住一部分漫画画面 严重影响大家观看 与哥的粉丝遍布全球各地 若不加字幕 又会有很多粉丝听不懂我的解说 由于想不到两全的办法 所以漫画就先不做了 更新这部动画后 收到很多留言 有的粉丝说 与哥 你最近怎么总讲动画 不喜欢 取关 每当看到类似评论时 我都很郁闷 说实话 这并不是一部分人想象中 给儿童看的低诱卡通动画 它也不是一部热血动画 超制游戏 借助棒球题材 荣有心理学 谋略 战术 各种斗智斗勇 当你认真看下去 绝对会觉得它很好看 有些人都不看 就断言它不好看 是不是有些不太客观呢 不同题材 影视剧的魅力在于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相关知识 增加我们的阅历 与知识庙 虽然宇哥之前也看过 棒球大联盟 等棒球题材的动画 但说实话 之前我的棒球规则 也一知半解 深入去了解规则 也是在做这部动画之前 我是个做事比较认真的人 如果自己都不了解 实在没信心给大家讲解 而且这部剧节奏超快 有些地方 我刷了两边都没看太多 制作难度很大 着实花了不少功夫 等把它做完 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之前做其他游戏时 我也会认真研究 各种游戏的规则 了解规则并不是要去赌博 它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面 还能让我们从剧中 收获到更多乐趣 在看同类题材影视剧时 也不至于一脸懵逼 和朋友一起看时 甚至还可以顺便装个差 给朋友科普 增加自己的谈资 何乐而不为呢 不知不觉又聊多了 衷心感谢 在评论区中 为大家科普棒球知识的朋友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部作品 之后我也会将更多 更好的决奉献给大家 好了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 喜欢语歌的视频 一定要记得点击关注 打开你们的更新提醒小铃铛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语歌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我会在这里的节粉专区 抢先更新聚集的视频哟 语歌的公众号里 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贵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转发和推荐 谢谢